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連同香港中文大學參與會骨質疏鬆 預防及治療中心舉辦的骨格健康講座 我是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負責社區聯繫的高級經理莫基里 也是今天的詩宜 首先多謝大家今天的出席 今天我們的講座會帶大家探討一下 怎樣才可以知道自己骨格是不是健康呢? 在保健上面有些什麼可以做? 飲食和運動又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去維持骨格強壯 和預防骨質疏鬆呢?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不同界別的醫生 註冊物理治療師和營養師 和大家逐一分享 在我們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想和大家分享我們今天的活動流程 我們今天的節目是會分開兩部份 上半場和下半場 中間會有一個15分鐘的休息時間 我們在上半場完結之前 中間會有一個問答的環節 大家可以在chatbox聊天室寫下你的問題 我會逐一和大家集合地去解答的 好了事不宜遲 我們有請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骨科專科醫生 羅尚偉醫生 和我們做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開幕致致 羅醫生你好 各位網上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今天來到我們這個網上的健康講座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主題就是骨質疏鬆 這個項目就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賽馬會骨質疏鬆中心一起合辦的 一個健康講座 活動支持就是由中大賽馬會長者 寬骨骨折預防計劃支持的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幾個嘉賓 包括我自己是骨科醫生 還有我們有註冊的物理療師 柳家琪先生 還有註冊營養師張志良先生 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些骨質疏鬆健康的資訊 另外最重要就是我們會有蔡德基醫生 蔡德基醫生是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 預防及治療中心的醫生 他對骨質疏鬆很有經驗 但是開始的話 我們想說說為什麼我們在這個疫情之下 都說這個骨質疏鬆的問題 大家可能都知道 疫情有很多入醫院很難 然後因為突然間很多病者 就是中了新冠病毒的病人入了醫院 為什麼會和骨質疏鬆有關係呢 很多醫院裡面 收了很多骨折的病人入院 但是這些骨質疏鬆病人入院 尤其是是寬關節 所以今天的活動支持中大賽馬會長者寬骨骨 骨折預防計劃 正正是這麼重要的這件事 因為如果長者寬關節入院 待會我們都會說 差不多九成以上一定要做手術 其實我們看到 作為骨科醫生和普通科醫生 很多東西都可以預防 預防也有很多策略 希望今天大家可以聽聽我們這個 兩個小時多一點的講座 和這麼多不同學科的人合作 事不宜遲 我請第一位嘉賓 蔡德基醫生 他想說 他的題目就是 知而行難管理個人骨折健康 我做得到 我現在請蔡醫生 開始我們第一個講座 蔡醫生 好 多謝羅醫生的介紹 好 多謝羅醫生的介紹 OK 早晨各位 今天頭頭就跟大家 講一講 少少關於骨質疏鬆的骨隔健康的管理 有什麼要注意 究竟很簡單 骨質疏鬆究竟是什麼 之後羅醫生會詳細講多一點 關於骨折的斷骨的事情 好了 大家看到這幅圖的婆婆 其實有什麼特別情況 其實我們都常見的 在街上看到的長者 尤其是年紀大一些 這些骨質疏鬆很常見 就是那個脊椎骨折 所以你看到這個婆婆 就有一些我們叫做駝背的情況 是不是 可能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事 其實他們可能十年前 幾年前他們跌一跌過 那脊椎一跌過 那這些已經是我們叫做 嚴重的骨質疏鬆了 其實骨質疏鬆很有趣 其實很多人來看病 那我通常都會問一下 為什麼你來看骨質疏鬆 為什麼你要照一下骨質密度 很多人都會講的答案就是 因為我周身骨痛 我膝頭痛 我膊頭痛 那些都要注意的 但是那些就不是骨質疏鬆的症狀 那些就是一些叫關節炎的症狀 所以其實骨質疏鬆 我們叫做無聲的疾病 因為根本上沒有感覺的 就是我們年紀大了 那些骨子越來越脆的 我們俗稱 但是我們沒有感覺的 我們不會痛 也不會感覺到有些什麼問題 那所以很多患者其實是骨質 斷了骨之後 他其實才知道 原來醫生告訴他 他真的有骨質疏鬆了 那其實一般都沒有症狀的 但是有些情況大家要注意 第一 你如果身高突然間 比以前是明顯矮了很多的 那這個情況有可能 就是因為你剛才所講過 你的脊椎跌倒的那個骨 有時候你都不知道的 那有可能我年輕人 我五尺四的 很清楚 但是我現在年紀大了 六七十歲 我只有五尺一而已 那這樣就差很遠 那如果你真的明顯的 身高變動多了 或者剛才我說明顯有駝背這些情況 或者試過蹬一蹬過 整傷過那些腰骨痛過一輪 那這些有可能 你都出現過那些所謂脊椎骨折 都是一個很明顯骨質疏鬆的情況 那這些你都要早些 找醫生去做一些檢查 那其他的情況 我們就沒有感覺了 譬如你有些人手 那些手骨質流失了 我們不會有感覺的 是嗎?直接跌斷的 那所以為什麼叫做無聲的疾病 那其實骨質疏鬆很多時候 譬如今天的講座 有可能多數都是四五十歲 或者再大一些的觀眾去聽 但是其實我們骨質疏鬆要由小小 我們就要注意的 因為我們怎樣避免我們大過 盡量遲些 或者我們的骨質健康些 其實就是從小小開始 我們好像存錢一樣 我們要儲蓄的 我們的骨的成長是一段時間 其實骨質密度 一路會隨著我們小小的 吸收足夠的養分 鈣質 維他命D 它會一路好像存錢一樣 一路長大 我們直至二十多三十多歲 我們的骨質就去到一個頂峰 就好像存錢一樣 去到最好的情況 但是之後我們過了三十歲 我們做多少事情都好 我們的骨質就不可以無止境 去到越來越好 去到一個流失期 那什麼情況之後會流失得快些 女士通常就是收了經之後 我們就開始叫做流失得快些 所以一間我也會講 女士其實收了經 就值得做一次檢查 男士也是 男士好一點 因為男士沒有一個很明顯的 所謂更年期那些 但是隨著年紀大 你看到圖的骨質都會一路流失 到六十歲七十歲 就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最重要 小小都好 要做好 吸收足夠的鈣質 維他命D 做多些運動 那我們的儲蓄好些 將來流失都沒有那麼厲害 那有什麼高危因素 我們要注意 藍色大家看到 這些高危因素 這些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改變不了的 譬如我們年紀 我們年紀只會越來越老 而年紀越大 是一個最重要 令到我們有骨質疏鬆的情況 因為我們的骨質 會越來越差 另外種族 通常白人 譬如美國人 歐洲人 那些骨 通常斷骨的風險都高 但是亞洲很有趣 我們香港名列前茅 這件事就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們香港有可能 我們的生活習慣 其他東西 運動也很少 我們香港其實斷骨的發病率 其實跟白人不是差得很遠 所以我們都是很高危的 還有停經 剛才所說 女士一停經 我們的骨就開始流失得快 所以有些人如果特別 有些原因特別早收經 那他的骨就相對會差一些 所以收經是一個高危因素 還有自己有沒有一些家族病例 什麼叫家族病例 尤其是父母 有沒有試過寬關節骨節 如果有 那通常有可能證明我們的家族的基因 就是骨質密度的基因會差一些 那這個也是有些要留意 那另外一些其他健康問題 譬如長期食用的 那些藥物 譬如淚菇醇 或者有些其他藥物 現在很多乳癌的病人 會吃一些賀爾蒙藥 那些很多藥物都會明顯影響骨質密度 那些醫生會提醒你 那還有太瘦 如果個人的重量太瘦 太輕 那這個和骨質密度都有直接的影響 那這些因素要留意 那另外 右邊綠色的那些 我們可以改變的 那我們很常 很多時候沒有做運動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容易 跌斷骨質 就是香港人的運動量很低 那另外生活習慣 那吃煙喝酒 這盡量要戒掉它 還有食物 就是我們要選一些比較豐富鈣質 維他命D的食物 那體重剛才所說 就是盡量 就是不要說 好像女士很多時候很想 比較瘦健美 但我們要健康的 就是不可以太瘦 太瘦的骨質都不好的 那高危人士 什麼叫做高危人士 什麼時候才真的要去找醫生去做一些檢查呢 那剛才我說 骨質疏鬆是無聲的疾病的 所以我們不會感覺到的 那所以最重要就是個歲數 那女士來說 如果你收了經之後 那你應該要開始要考慮做第一次的骨質密度檢查 去看一下你的骨的情況 那男士通常就會好些的 那我們都建議六十去到六十五歲 都值得去開始做檢查 那但是如果有朋友 有以下綠色寫著這些高危因素 有可能你就要早些去找醫生去檢查 譬如你無端端剛才說身高 真是明顯矮了很多的 矮了超過一吋以上的 那這個要看一下腰骨有沒有問題 另外你自己無端端試過跌過 簡單跌過有骨折的 那這個講骨折就是簡單走走走跌到那些 不是計你譬如有時候你撞車以外 那些高撞擊性那些我們就不計的 那如果你自己比如四十幾歲 試過有一次逛逛逛逛 試過滑滑到跌到那隻手斷了 那這個都有可能是高危因素 有可能都要早些找醫生檢查一下 那另外會不會比如家族 剛才所說的爸爸媽媽本身 哦 爸爸媽媽都有寬關節骨折的 那這個你自己又可能要早些去檢查 那還有長期食用那些藥物 那這個有可能你的醫生都會提醒你的 比如有些雷鋒濕的問題要長期吃雷菇醇 或者有些 剛才所說有些軟癌的病人 做完手術吃了一些賀爾蒙藥 那那些全部醫生都應該會建議你 早些去做檢查的 那但是即使有些病人已經檢查著了 看著醫生了 用著一些藥物了 那記住你都要定期聽醫生去檢查去評估 因為我都見很多病人 他第一次很聽話 照了骨折密度 聽醫生說在用藥物了 但是之後第二次我再見他就是六年後 不是我叫他六年後 是他自己在外面一直買著藥物 又不管這樣 那這些病其實在血壓高 我都見到很多病人是這樣 就是他看完一次 他就以為以後都是用那種藥物 不用評估 那這個是很錯的 記住要根據醫生 醫生建議你多久 比如一年或者兩年回去再檢查 那這個一直要跟著 所以這個一定不是一次診斷之後就不用管的 那怎樣去到檢查呢 其實骨質疏鬆的檢查方法其實相對很簡單的 有時候很多人有可能在外面做過 第一個叫超聲波測量儀 就是很多時候有可能方便一點 有時候你去到外面有些大型的健康檢查 就是疫情之前可能大家都去過 那我們會簡單放一隻腳下去 那這個超聲波很簡單就量度了 但是這個數據方面有時候的準確度會差一點 因為始終這麼簡單的方法 那所以如果高危的人士 我們都是建議直接做一個 第二個叫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查 英文叫DXA 因為這個暫時我們現在骨質疏鬆的方面 都是用這個去做一個標準 去做一個診斷 那所以這個檢查其實很簡單的 那我們照這個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查 我相信浪費你十分鐘左右 那這個輻射量也都非常非常之低的 那有些人很怕照很多X光 但是其實這個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查 和你好像照一張X光廢片 有時候有些是剪掉的 那其實是十分之一的 所以是很少很少很少的輻射 那我們會照兩個地方 一個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圖就是腰骨 大家看到我們照腰骨 那第二個位置 這個很重要就是寬關節 那這兩個位置 一會兒都會說其實是最容易 所謂骨質疏鬆骨折的情況出現 所以為什麼我們只照這兩個地方就夠了 我們不用說整個身的骨都照了 那我們照出來 剛才說十分鐘左右我們有報告 報告也都很簡單 我們有些分數 醫生會解釋給你聽 這個叫T分數 這個T分數的意思 就是其實我就是把你照出來的骨質密度 給一班多數都是同種族的 年輕三十多歲的人士 所以你的分數照出來 就算是負一分 我都叫正常的 所以很多病人有時候不知道 為什麼負分都是說我正常的 因為我是把你的骨同 三十多歲的人比較的 所以就算你差一個標準差 我們叫做負一分 其實已經是很好的了 另外我們的分數 如果在這個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查 去到負2.5分 我們就叫做疏鬆 所以這就是分數上的界定 大家記住 有時候你外面照完這個報告也好 記住真的要找醫生去跟你解釋 去看症 因為我們的治療 不只是靠這個分數 不只是靠這個分數 有時候你照出來這個分數 不是很差也好 有可能你的斷骨風險很高 因為你本身年紀很大 或者你本身又斷骨 好嗎? 所以這個分數是其中一件事 我們醫生去做一個評估 看看你是否高危 需要不需要治療 好嗎? 所以就不要只看著這個 我不是負2.4 我負2.4 那沒有問題 這個絕對錯誤 所以這個報告最重要都是 拿給你的醫生去幫你去解釋 好了 剛才說其中都講了一個誤解 其實很多病人來看骨質疏鬆 就是因為他周身痛 膝頭痛 膝頭痛 那這些其實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不是骨質疏鬆的症狀 這些是一般很常見 我們叫做退化性的關節炎 因為那些軟骨磨蝕了 所以我們的膝頭有時候會痛 肩周炎 膝頭也是 尤其是你比較重 肥半的人 那你的膝頭就很容易有關節炎 那這個和骨質疏鬆本身 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都是年紀越大的人 就越容易有了 那所以骨質疏鬆症 剛才講過其實骨質疏鬆 本身就是因為我們年紀大了 那些骨越來越脆 不夠硬正 那所以我們沒有感覺的 直至我們有意外跌倒 跌倒 那我們有機會會斷骨 那它不會令到你痛 不會膝頭痛 但剛才所講關節炎就是會 因為它退化性是影響軟骨 就是大家看到圖的膝關節 中間其實我們就是軟墊 幫我們動 那如果我們的膝關節 退化軟骨磨蝕了 骨質密度不理想 自己的病歷不好 那我們醫生會建議一些特別的藥物去幫你忙 但是骨關節炎 就是退化性的關節炎 本身是沒有一個很特別的徹底的藥物治療的 很多人會吃一些坊間很多的健康食品 有時候有少許證據 某一些可以幫助到 但是主要都是靠譬如控制體重 控制痛楚 甚至很嚴重的人 譬如真的失關節退化 或者寬關節那些 那些可以真的找骨科醫生去評估 不用不用去做手術去做一些關節的治緩 那所以兩個病本身的處理是很不同的 還有症狀也是很不同的 那究竟為什麼骨質疏鬆這麼重要呢 又要整天跟大家說 就是其實很普遍的骨質疏鬆 比起很多的病其實更加普遍 那女士其實收了經之後 50歲以上差不多三個有一個 去到65歲其實我們中大做的研究 差不多兩個有一個 差不多一半 那所以你想一下是多麼普遍 男士都是 不要以為男士沒有 因為男士很多時候來見我 通常都是太太看完 就拉上那個先生來看 那但是千萬不要 就是自己的男士 你如果年紀比較大都要看 因為去到50歲 60歲 其實差不多五個已經有一個 那都是一個不少的情況 那骨質疏鬆 你不管他跌倒斷骨的時候 就很麻煩 那到時候找羅醫生去搞就很麻煩 那其實怎樣普遍呢 那很多人呢 很不注重骨質疏鬆的 就是相對上覺得沒什麼問題 因為跌倒頂多斷骨 斷骨沒有所謂 我們這麼多科醫生 香港這麼先進 做完手術就OK了 但是待會我給一些數據看 都知道了 我們不是做完手術就可以了 很多時候 我們斷了骨之後呢 其實死亡率是高很多的 還有我們骨質疏鬆 你看回這個圖的數據 就是比較一些我們很害怕的病 譬如心臟病 很多人很害怕 沒有什麼人不會醫心臟病 乳癌很害怕 癌症 沒有什麼女士會有 乳癌不醫 中風很厲害 但是你看回那個數字 其實我們骨質疏鬆 導致的骨折 這個數目呢 遠遠是大過所謂 中風啊 心臟病 甚至乳癌 因為我們骨折很多地方都有 手也可以斷骨 脊椎我們有這麼多折都可以斷骨 所以其實我們斷骨出來的 那個是普遍性是比其他的病 是更加大 得出來的結果是更加嚴重的 簡單有幾個部位 最容易跌斷骨 第一個是手 很常見有時候的女士 年輕一點的 這個通常見五六十歲 有可能他們走一走 街市線一線 就跌倒了 手腕骨折 有時候都嚴重的 因為它影響了關節 有時候都要做手術的 另外脊椎 這個很常見 因為我們這麼多折的脊椎 我們老人家一脆骨 你抖一抖 甚至你拿一拿 那些重的東西 搬一搬個盒 托一托 那你的腰骨突然很痛 那又可能就是你扁了 大家看到箭嘴那一折 脊椎是不是斜了 整個扁了 和下面那兩折很不同 這些都是跌斷骨的一種 亦都很嚴重 那第三個最嚴重的是骨骨 或者叫寬關節 因為剛才羅醫生提過 這個地方斷骨 根本上你直接都走不了 在家裡直接要救救狗 因為九成以上的人都需要手術 除非有一些很特別的個案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是骨折後做完手術就OK了 尤其是寬骨骨折 其實你就算做完手術 你頭一年都差不多有10-20%的死亡率 因為問題就是大部分 寬骨骨折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人發生 不如超過70歲或者80歲 那本身那些病人 已經自己有很多本身不同的病 那所以你就算做完手術都好 好啦 其實有很多百分點的人是無法 就像以前那樣的日常活動 就是超過一半以上 七成八成 差不多四成 三至四成是無法 就是做完手術 你自己都走不回 有可能拐掌甚至要坐輪椅的 就算做完手術 三分一你根本上是 家裡人都照顧不了的 那有這些問題你想一下 其實其他的病 他有心臟病有其他的病 第一年已經可以很容易令到他死亡 因為他整個人的機能是差了很多 縱使手術一定是大部分都會成功 但是你的人都會差了很多 還有你就算斷了一次骨 最重要就是你再次斷骨的風險 是大了很多很多 那所以大家千萬千萬不要忽視一次的斷骨 斷骨很多人都很忽視 但是尤其是寬骨 或者脊椎骨折 我這裡沒有講 脊椎骨折一樣會令到大家的死亡率高了 尤其是如果你很多折的脊椎倒了 你去街上看到那些婆婆搗背那些 她生活得很辛苦 她吃東西都吃不到 吃得很差的 呼氣都不好 那些情緒 很多其他機能都問題的 所以大家記住 今天的信念就是 骨質疏鬆可以是 不是可以的 根本上是會是一個很嚴重的病 如果你不理它的話 那其實很多情況 骨質疏鬆可以預防 甚至治療 那是幾大方面 第一 藥物治療 我今天不會很詳細講 但我們有很多很有效的藥物可以治療 那最重要是提防跌倒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骨質疏鬆本身 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幸運 有骨質疏鬆的病人 她一輩子都沒有特別意外的 她很厲害的平衡力 那她真的有可能 她一輩子都不斷骨都不站 所以防止跌倒 這個很重要 那怎樣防止跌倒呢 我們當然要做足夠的適量的運動 那待會我們問你治療師 會跟大家詳細講一下 那還有食物 食物我們現在營養師 會幫我們講一下 尤其是鈣 維他命D的吸收 那這裡我都是藥物 很簡單講一講 其實鈣質很重要 每一天所需要的藥物 中國人來說 藥物我們1000個毫克 或者叫mg的鈣質 那食物其實很多食物 本身都有含有豐富的鈣質 奶類 森綠色的蔗菜 一些豆類 其實都不是太難去拿鈣質的 維他命D 相對上如果在食物上面就比較難 因為維他命D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動物的細胞有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靠 我們聽過陽光去到吸收去製造 但這個要提一提 又不要去特別去曝曬 有些病人 他以為要吸收很多維他命D 他真的在陽光曬很久很久 那這個千萬不要 因為另外你曬得太厲害 我們會傷的 皮膚的 那這個我有幾個個案 因為我的病人告訴我 就是他故意中午曬的時候 他去這樣曬整個小時 這個是真事 所以千萬 我們要適量的陽光 你日日簡單 譬如疫情過後會出街的 日日神阿韻的 早上的陽光 那些就OK的 你不用刻意去曝曬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真的不夠 維他命D補充劑其實很方便 也都基本上 不會太多有特別的副作用 那這些醫生很多時候都會用 那所以陽光這個千萬不要過份就可以了 那運動呢 運動 簡單其實我們做一些普通的負重運動 其實我們走路啊 灑太極啊 慢跑一下 跳一下舞啊 那這些 疫情過後有可能很多時候 現在我知道很多班都上不了 很多其他做不到 那其實我家裡都可以很多事情做 一會兒問你治療室都會談 但是游泳呢 這個特別說 它不是負重運動 但是不是說它不好的運動 游泳對心肺功能對其他都好 如果有些人本身是有游泳的習慣 繼續保持著沒有問題 但是你除了游泳 都要做一些陸地負重的運動 去幫助肌肉啊 那些骨肌的流失 那做多少這個就很因人而異 就是盡量我們運動是要定量慢慢做 比如說隔天啊 做半個小時啊 一個小時啊 就不要突然間一個月不做 那 只是做一天 一天做三個小時 就不是這樣 就是我們要定時定量去做運動 那最緊要最後要選擇的 這個所謂預防跌倒 因為你就算有骨質疏鬆都好 如果我可以盡量減低 我跌倒的風險 我其實就可以把我斷骨的風險 減低了很多 好嗎 那所以預防跌倒 這個尤其是在香港我們 比較擠迫 居住的環境 很多長者住的環境 比較擠迫 那大家看到有些情況 我們要避免的 比如家裡呢 雜物盡量不要多 不要擺到通道也是 廚房 小心一點 室啊 那些地步要整好一點 因為這些一滑呢 自己就跌倒了 尤其是浴室 在廁所裡 因為很多其實寬關折骨折發生 其實那些長者不在街上做到 是自己在家裡 甚至在廁所晚上去洗手間 又不開燈啊 又滑了 那就是在廁所扑倒 就寬關折骨折的 所以其實長者很常在家裡有意外 那所以這些要小心 可以安裝一些扶手 是不是 那便安全一點 洗澡的時候 有些防滑箭那些 那些那些 那所以家裡這些雜物那些要小心 那另外就要看回注意事力 因為很多時候年紀大了 我們眼看東西差了一點 白內障 如果有這些早點要找醫生看 看看要不需要有些什麼可以改善 吃藥小心 尤其是一開始吃藥的時候 有些人血壓糖尿 一開始吃藥 有些人有些少少反應 容易些要穿少少暈 那些要開始吃藥的時候 你要小心些 有可能在家裡休息多些 看看症狀 鞋子很重要 現在都很好的 我看到很多長者 都是穿一些比較平底 運動鞋 很好 但是有些女士還是很貪美的 年紀大 還是穿很高的高跟鞋 那些就真的要小心 不只是影響腳型 骨科 是你很容易令它卡到跌到 因為你年紀大了 始終的平衡力差了 所以我盡量穿一些舒服的平底鞋 還有萬一你真的 去到行動會差少少了 又是未行得 那最好就是用一支 俗稱的拐杖 那很多老人家不喜歡用的 因為覺得什麼 噁心 但是不是現在很多很美的 Fashion 就是 哇 美得不得了 那些 那些 所以其實千萬不要 因為自己行得不好 又不用又要繼續行 那你增加了自己的風險 可以用回這些輔助的物品 那最後簡單說 其實大家 就算是有骨質疏鬆 那種年紀大都好 都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選擇治療的方案 其實很容易 因為其實 現在很多的藥物 剛才所講的預防 那些一定要做 但如果特別的藥物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藥物 醫生理論上都一定會幫你選擇 適合你的 就是第一 它容不容易食用 因為我們有食藥的 有打針的 是不是 各樣的東西都有 副作用 那西藥永遠都有副作用 但是機率當然是不會太高 就是比起你斷骨的風險 那所以其實我們很多藥物 以前最傳統的 由我們一九九幾年代 那些雙鱗酸藥也有 那時候每天吃一顆 現在可以去到一個月吃一顆的 又有 打針的又有 每天打的又有 半年打的 其實這個 今天我不是詳細講的 只是說 我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骨質疏鬆的藥物 不同的用法 那醫生一定在你的病歷本身 是會幫你選擇到一些適合你的 所以就千萬不要為疾忌醫 還有不要很擔心副作用 這個東西 因為 任何東西我們治療 都是一個平衡 你不用藥其實是更危險的 因為你不用藥 會令到你斷骨的風險高了 從而令到你死亡風險高了 那我們永遠用藥 為什麼心臟病 我們要吃阿士不靈 為什麼我們要用藥 阿士不靈 都有副作用 但是因為藥可以減低 你心臟病的風險大大 所以我們才用藥 所以這個 大家要知道 不要不要不要擔心用藥 因為醫生幫你用藥 當然是個好處 就是天性是 好過你不用藥多多聲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聽醫生的建議 以上所講的就是很簡單的 大概給大家知道 什麼是骨質疏鬆 有什麼簡單的預防方法 還有千萬不要疾忌 因為很多很好的方法 也都不會多副作用的 但是以下羅醫生會講一下斷骨的東西 還有我們有物理治療師 營養師會繼續講多很多 我剛才所帶出來的問題 好嗎 好 多謝大家今天 謝謝 多謝蔡醫生這麼詳細地跟我們講解 究竟怎樣知道自己的骨格健康 還有怎樣可以預防跌倒呢 那你說如果不幸運了 真的跌倒了 其實有什麼可以做 也有什麼可以預防再次跌倒呢 那我們有請第二位嘉賓 是我們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骨科專科醫生 羅尚偉醫生 他也是我們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矯營外科及創傷學系臨床專業顧問 及專業應用教師 有請羅醫生 多謝 那剛才蔡醫生說了骨質疏鬆的基本知識 那我就是骨科醫生 那我的骨科專科就是康復科 和直追外科 我是一個骨科醫生 所以你看到我也是中文大學的醫生 和我們叫做教授 那我和蔡醫生這些講座都做過很多次了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這樣 蔡醫生就靠哄我 靠客人的 因為蔡醫生講了很多情況給你聽 骨質疏鬆是怎樣 骨質疏鬆的知識是怎樣 到骨科醫生一定會說 來到我們手上 骨科醫生的手上 通常有什麼問題呢 那大家剛才應該都記得 蔡醫生講了 骨質疏鬆是一個無形的疾病 沒有症狀的 但是來到骨科醫生 已經有症狀了 我會用少許時間介紹 常見的老人家骨質 有三種的 第一種就是 第一種就是 碗關節 手腕的位置 這幅圖看到 常見老人家跌一跌 這樣去 扇一扇 手撐一扇 落地的手撐 這樣就跌斷手腕 你看到這張圖 整隻手都瘀了 很多瘀血在那裡 這些一般來說 都是要打石膏 還有有一些嚴重的 那些就要做手術的 這樣就要傷鋼片 螺絲釘這樣的 這樣傷了鋼片之後 它才可以動回 它的康復期 都相對是長一點的 比起年輕的 那這些骨子 在哪個年紀出現呢 就是60歲 我們臨床見到很多 你記住了 有三種情況 三個骨子 這個就是60歲開始的 下一個呢 就70歲左右 我們看到很多長者 70歲開始 突然有腰痛 有時很輕微地跌一跌 扭一扭 腰 屁股抬下地 就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 腰骨的骨折 或者胸骨的骨折 脊椎骨折 你看到 這幅圖也是 為什麼好像駝背 那樣呢 可能看到很多老人家長者 駝背的情況 其實呢 腰部的骨折 骨質疏鬆 有一個特色就是 因為骨質疏鬆 它是影響了全身的骨頭 沒有一個可以避免的 但是呢 在那個腰椎 胸椎裡面 最多我們叫一些 蟲質骨 就像海綿質骨 那些呢 最常見 就被骨質疏鬆影響 跌一跌 就扁了 但是呢 連環性骨折 我們叫 它斷了一跌 然後第二第三跌 這幅圖 在紅色箭咀 就是腰部的第一跌 骨折 你看到它是扁了 你如果對比下面的那一跌 它是小了 好像梯形 那樣 已經有骨折 很常見 就是這七十歲開始 但是呢 如果你不處理 你不找催生 又不找骨火在身體 一路有去 它開頭會有痛的 慢慢去又不太痛 但是呢 上上下下下的 然後又會痛一點 原來呢 最常見的 老人家我們常常都會問 你有沒有發覺 褲子短了 或者衣服不適合 你提一提 對呀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的身高越來越矮 因為它的骨折 這個就是七十歲 我們今天 剛才蔡喜新也展示過這張圖 證明什麼呢 證明我們講了很多次 很多次 這個就是常見老人骨折 就是寬骨折 七十 六十 就是手腕 七十 就是那隻骨 八十歲 我們經常叫做八十後 甚至最高紀錄 我們看到有些老人家 譬如最近我們臨床見一個病人 一百零五歲 都會有這種骨折 這就是最常見的老人骨折 就是寬骨折 有些中國人就叫做麒麟教 那種骨折 那種骨折在哪裏呢 你擦褲袋已經知道了 擦褲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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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跌斷骨 這張圖 你看到很舊的 舊事來講 就是 譬如我和蔡醫生做學生的年代 還有就是沒有手術 大部份都做不到 不是不需要做手術 是做不到手術 因為麻醉科的麻醉那個問題 但是現在 骨折有很多微創的手術 麻醉科也有很多很安全的麻醉的技術 因為大部份都不需要用全身麻醉做的 本身麻醉都可以做到的 可以很早就令到老人家做個內固定 和可以快些康復 不過 因為年紀大 年紀大的話 其實他的康復期都相對長 剛才都說過 除了骨質疏鬆之外 骨質疏鬆單純 他一隻手掌拍不拍響 加上跌倒兩樣東西 就會導致骨折 長者年紀 大家年紀大 各個人開始年紀大 生老病死一定會有什麼出現 很多退化的情況 尤其是包括眼睛 視力退化 還有肌力的退化 其實現在我們的研究 紅中文大學很多的研究 我們不只是看骨 還有肌肉也是 除了骨質疏鬆之外 今天我們都沒有特別詳細說 不過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叫小肌症 肌肉流失 多大 所以我們這次 除了骨科醫生 普通科醫生 今天都有物理治療師 和營養師 一起和大家講這個講座 骨肉是相連的 肌肉不夠力的話 一跌倒就會變成骨折 就有斷骨的情況出現 骨折原因 骨折原因就是骨質疏鬆 這個就是我們把骨質疏鬆的個案 一些我們叫做顯微鏡之下看的情況 骨質疏鬆又如何呢 中文譯就很好 疏和鬆的 你看到有一幅圖 骨裡面的顯微鏡之下很闊 很大的洞 即是骨強度開始下降 好像蛋殼一樣鬆 一跌就會斷骨 寬佈骨折 我們希望 這次活動支持 我們中文賽馬會 中大賽馬會長者寬佈骨折的預防計劃 都希望著重這個問題 特別講這個問題 寬佈骨折是我們骨科急症中最常見的手術 這裡寫每天二至三例已經是說少了 其實最厲害的時候 譬如我以一間大的醫院為例 譬如沙田區的威爾斯醫院為例 最高紀錄會有八至九個長者 在急症那個板等著做這個手術 尤其是這一段時候更加嚴重 很多時候 你會說怎麼這麼多的 那些老人家不出街 沒有出街 沒理由都會這麼多骨折 正正他們沒有出街 沒有什麼做運動 又沒有曬太陽機力 又下降 其實大部分九成 在家裡會跌倒的 就是你覺得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險 就是你家裡 大部分都是在家裡典型的 晚上去洗手間 這樣就不開燈 線一線就入院 很多的長者都是五點之後 或者晚上才進來 所以你想想 其實他入院 等做手術的過程都很折騰 那你見到這幅圖就是 講我們怎麼處理 骨科醫生怎麼處理 不同的手術 放很多鋼釘 螺絲 下去 其實這次的講座 其實這次講座 我的目的都是幫骨科醫生倒位 讓我們同時沒事做 不希望他們 放這麼多這些鋼釘 螺絲 關節在你們身上 其實我們覺得 作為一個骨科醫生 作為一個康復科醫生 我覺得這些呢 大部分都可以防止的 那麼 究竟螺絲骨子有多嚴重呢 第一他要做手術 那他呢 他會痛 手術會痛 功能會喪失 功能喪失之餘 其實最大的影響就是 我們隨著年紀大 其實最擔心都是喪失的獨立性 就是什麼都要人照顧 危險 還有一個很持久的康復 其實呢 我們講寬關節 也是 剛剛說了三種骨折 手腕 脊椎 和寬關節 寬關節 就是我們叫其中骨折 是最嚴重的 其實大部分都需要持久的康復 甚至 差不多八成以上 去不回之前的功能 那麼我們經常跟病人說 怎麼知道去不回之前的功能 例如你之前 受傷之前 你行得走得的 出得街的 不行了 你受完傷之後 做完手術之後呢 你起碼都要用指示的行 如果你用指示的行的話呢 那個後果就更加嚴重 你可能要用個 好像這幅圖那樣 用個學行架 就是用個架來走 如果普爾這個病人 他用個架來走 他再跌一跌 他跟著就坐輪椅了 就是一級一級跌下去 所以呢 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想 對大家切身的問題 除了痛之外 當然是一個最重要的 失去功能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其實呢 我們希望 也透過這次的講座 都跟大家 有一些 有幾個誤解 可以明白 一 坐下身說了 骨痛並不等於骨質疏鬆 那麼剛才也說了 關節炎 關節炎 都是常見的 就是長者的一個其中問題 在膝頭的關節 那麼很多時候 他們來問 骨質疏鬆會不會痛 其實不會的 直至到剛才我講的那些情況 就是那幾種斷骨的情況 第二 是不是女性才幻想呢 那麼剛才大家聽完 不是啦 那麼男性都可以 那會不會 其實呢 很多年前我們做學生 會這樣想的 年紀大 機器壞 那些骨頭當然是脆的啦 是不是所有長者都會 患上骨質疏鬆 不是的 骨質疏鬆 不是一定是年老必然出現的情況 那麼我們在臨床上都看到 有些 比如剛才做那個 骨質密度檢查 雙輪X光的骨質密度檢查 其實那些長者 她沒有骨質疏鬆 是八十幾九十歲 那麼我們看到是哪一類型呢 真的 我們經常都看到一些 尤其是在大埔區 看到一些 比如她年輕監田那些 她做很多體力勞動的 那些 有很多太陽 那些婆婆她有另外一種 骨科的病 譬如她會有關節炎 那些這樣的 但是她們不一定的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我一定必然會有骨質疏鬆 那不是的 還有 都是啦 骨質疏鬆是什麼不治之症呢 你如果二十三十年前問 都可以當是的 現在就不是的 其實呢 骨質疏鬆如果提早發現 除了在那個 日常生活的習慣改變 運動啊 食物的改變之後 還有很多藥物可以治療 那一定就不是一個 我們叫不治之症 那就是啦 骨質疏鬆是什麼呢 剛才都說了 那其實呢 就是那個骨頭之間 大量流失啦 骨組織的空隙變大 那就排列變得很疏 和鬆 那同意容易骨折 那同一個 同一個 無聲的小偷 剛才都說了 為什麼它無聲小偷 就是說 它一直都沒有症狀 可能呢 我們見有一些 譬如 都見有一些 病人 譬如她六十歲之後 通常我們 我們的提議都是 女性 更年期前後 更年期後 兩三年 要做一個骨質密度檢查 很多時候我們一查 它沒有症狀 它很低的 骨質密度 負三 負一 都叫做正常 有些負三負四 都會見到 沒有症狀 完全 但有個好處 如果它早做 我們就早些知道 它有 從而和生活習慣 那些可以改動 骨質疏鬆究竟在香港 常不常見呢 剛才我說 這麼誇張嗎 歡骨 這個 麒麟教 歡關節跌一跌 原來每天有八、九至八個至九個病人在等著做 其實是的 尤其是香港人口越來越老化了 有一個之前都經常講的人 但其實大家都覺得不是那麼好的人 老年人的海嘯 其實大家也不想講這個字眼 但其實香港人口其實持續增長 越來越大的年紀 而且平均壽命都是長的 平均壽命長的話 其實人越來越大 它的骨質流失是一定的 這是必然的事 所以骨質疏鬆越來越常見 但我剛才也說過 有骨質疏鬆 不代表你會有骨折的 有骨質疏鬆 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有這一類型的講座 這些健康講座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避免這個情況 越來越惡化 也不希望大家年紀大的時候 因為一個骨質疏鬆 而導致一個功能的缺損 以及經常要人照顧的情況出現 這個圖也是 這個圖其實是我們在一些文獻 這個研究是在港大那邊做的 其實他發覺 尤其是長者的寬佈骨質發生率 一到年齡的組別 從50歲到70歲開始直線上升 80歲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那些長者 我們經常叫他們80後 真的80歲開始直線上升 其實你會想起 可能在座 我們看不到你們的樣子 在網上 其實你會想起 我60歲而已 50歲而已 一段時間還沒到我 其實這些80歲 對我和蔡新的確鑿度來說 如果你在60至70歲的時候 你知道有 大部分都可以避免 大部分都可以避免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提早發現 提早治療的話 這個我們希望把這個寬關節的發生機率 減少 後遺症 後遺症就真的很多了 所以我剛才說 為什麼我會花點時間講 那三種骨折呢 本骨折、手腕骨折60歲 腰骨折70歲 寬骨折80歲 所以如果在座 在網上 有些長者 他原來都試過跌斷手腕的 大家要留意了 可能真的你會有 骨質疏鬆的情況出現 因為我們都知道的 常見跌斷手腕 有時候很輕微的 找鐵打醫生看 或者去急症室 或者找骨折醫生打了石膏 那就算了 其實他不明白到 或者都沒有說清楚 其實他是一個警號 即他是一個 骨質問題的警號 我們叫這三樣東西 特別有個字眼 叫脆性骨折 即是說他很脆弱的骨 跌一跌 這三個骨折 手腕、腰椎和寬關節 如果是一個二十歲、三十歲的人身上發生 不是就這樣跌一跌 不是就這樣跌一跌 那些就是交通以外 或者高處跌下才會發生 長症或者五十歲、六十歲 可能是在平地那裡跌倒的 即我們英文叫做 低能量的創傷 其實這已經有個警號了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 大家記住了 如果你有手腕 試過骨折的 如果你說腰痛 照過JX剛 可能家庭醫生 或者JX剛 說你的腰骨折了少少 當然你現在都未痛 不過已經是有幾個警號 要盡早做到檢查 做到檢查 究竟看自己 有沒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這張 預防骨折 刻不容緩 手腕、脊柱和寬骨折 六七八很容易記 六十、七十、八十歲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個病發率 六十歲、七十歲 已經有一個 第一個關節的情況 第一個骨折的情況 就盡要留意了 很常 我們見過不少 譬如八十歲、九十歲 我們看看紀錄 或者問家人 他記得的話 他真的會說 我六十歲就試過一次 那次看鐵打 七十歲的骨痛 八十歲進來 就斷了 我們叫做連環性的骨折 就是隨著他年紀大 就有 所以如果這麼不幸 有第一個骨折的 請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做一個骨質密尿檢查 或者剛才有一些 叫做骨質疏鬆的警號 或者骨質疏鬆的高危因素 都要考慮一下 還有骨質疏鬆症 剛才說也是一個長期的病 即是是長期病患 它和你的糖尿病 高血壓 或者是一些胸肺病 肺病都是會這樣 如果有的話 它是一個長期 還有如果你不處理它 是會隨著時間而惡化的 年紀越大 骨質流失的速度其實越快 為什麼呢 一就是它小活動 二就是它一小活動之後 它有時候胃口又不好 我們見到很多長者 它小活動 它又不出街 它根本又不會 即它又沒有什麼活動 根本又不需要一些能量的吸收 那就是小吃東西 那所以呢 如果再加上骨質減少活動 就更加加劇 那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你越痛 你的骨質疏鬆 那就越不活動 越不活動 你就會再跌了 那身體自行的愈合骨質能力 亦都隨著年齡下降 其實我們經常說 好像骨牌效應 一環扣一環 所以我剛才說的幾種骨質 跌至終下 寬骨質 最後那一關 80歲 會出現那一關 絕對不希望在大家身上發生 尤其是寬骨質做的後果 就最嚴重 無法獨立行走,但大家只要想一下 你有什麼做不到,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是多麼嚴重 第一,他跌完空間,獨立行走不行 還要他日常生活、洗澡、去廁所或者吃東西都要人幫 現在你做的事,家務、煮飯、自己食藥都做不到 所以其實也常見了 導致一年之內,其實香港或者外國的紀錄都是 15至20%的病人在一年之內有死亡率 所以剛才我說,講骨質疏鬆這個課題 普通科醫生,家庭醫生就要靠哄,骨科醫生講出來就靠客 真的,這些數字是不會說謊的,這些數字很清楚 你問任何的地方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這樣,其實我們看到也是 比如我們看到現在的疫情之下,你有骨質疏鬆 加上寬關節,再加上新冠病毒感染 差不多死亡率是倍增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很多事情可以避免的 老就沒得避免,年紀大就沒得避免 骨質疏鬆有得避免,新冠肺炎又可以避免 不過在你的生活習慣上,你理念上對於這件事有多重視 所以其實寬關節,這次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講座 用不同一個角度和大家探討這件事 這裡是難以承受的後果 除了寬關節之外,腰椎骨折也是較為常見的 腰椎骨折也是,再次跌倒,生活受影響 其實腰椎骨折我們也有講的 為什麼他們說導致死亡? 為什麼他們說接近七成的腰椎骨折患者 會在五年之內死亡? 會不會太誇張呢? 原因就是很簡單,腰椎骨折之後 接著有寬關節出現 一環扣一環,我們真的見不少了 照一張X缸,發覺腰椎骨又有東西 腰椎骨又曾經有東西 最後一關就是寬關節 我想剛才花了很多時間講 再講清楚寬骨就是麒麟膠的位置 其實一年新政寬骨折 在醫管局的,我們也是中大和廣大的研究 以及一些亞洲區的研究 其實寬骨一年新政7,642宗 一年7,642宗 你看回其實那個數字 那個數字其實不小的 全香港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其實這個數字我們預計是越來越高的 男性比較少 女性比較少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女性的平均壽命長 男性的平均壽命 沒有女性那麼長 所以它一年新的 其實我們看著數字已經在上升 我覺得是時候 多一點時間講回這個情況 這些都是 做完之後就要做手術 寬骨折的後果 寬骨折的後果 其實我們看回2012年的數據 其實就算寬骨折跌斷 很有趣 寬骨折跌斷之後 其實出院只有23%有吃骨質疏鬆的藥 就算骨折完之後 他們都未必對這件事 非常之有一個很認真的 很著重的情況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病人 去到80歲 不單止一個病痛 糖尿病高血壓 或者其他慢性病的情況出現 骨折疏鬆其實 對於他們來說 已經不是最高 擺在最重的注意的位置 雖然它跌完斷骨折之後 都有23%是沒有吃藥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我們始終覺得 越早處理過個案 變成你的生活一個習慣 就是骨折疏鬆才是最重要的情況 最重要的方法 診斷 其實剛才蔡醫生也有講的 風險我們也有詳細講的情況 有什麼風險可以改變 有什麼風險我們不可以控制 譬如可控制的 吃煙、喝酒 或者大家都要 如果有這個習慣的話 吃煙、喝酒盡量要減少 或者直接戒掉 有些很簡單的方法 也會看到 你有沒有一個骨折疏鬆的風險 例如造脂測壓 體重也是 如果你的歲數減你的體重 例子是這樣 例如你的歲數 例子 70歲 如果只有45公斤 高過20以上 就叫做高危 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的體重越來越輕 其實再減回你的年齡 那就等於高危 這些情況大家真的要注意 要考慮正式做骨質密度檢查 因為骨質密度檢查 雙能X缸的骨質密度檢查 現在這個階段 這個我們叫做診斷 是一個黃金標準來的 我們是靠這個來決定 來證明它是不是骨質疏鬆 這個也是毛痛 10至15分鐘已經做完了 而坊間也有很多資訊 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到的 那我也建議 如果你明白 婦女經期 或者是經期前 停了兩至三年 或者經期停了很久 或者是體重很輕 你試試自己把年齡減 你的體重超過20 就真的要認真考慮 做骨質密度檢查 那可否預防呢? 預防方法呢? 剛才你也說了 我講的角度和蔡醫生有點不同 我一講就講了一些最嚴重的 給你聽 預防方法其實都是一個重溫 預防方法有很多種 其實第一件事是從右開始打奧根基 你應該在剛才蔡醫生講的那張圖子中 其實覺得我們的骨質密度在三十歲四十歲 已經到達高峰的 到達高峰之後 其實人人都是的了 無一陷面的 每個人都會慢慢慢慢跌的 不過只是參加速度的方法 那我們的比喻就是好像儲錢一樣 你年輕的儲錢多 那你便可以花得多一點 和不會變成跌到一個骨質密度低的情況 其實我們也相信 我們也相信 越來越多骨質疏鬆的情況出現 將來 因為現在的人少運動 尤其是這個疫情之下 三年都沒有什麼外出 就算運動都在家裡 我覺得運動 做一些肌力的運動都是很重要的 剛才也說了 兩種營養素 鈣和維他命D 我們稍後有註冊的營養師 也和大家詳細說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 從生活習慣入手 將我們的骨質疏鬆治療 在生活習慣入手 這個治療方向的藥物 我就不需要 營養補充 待會我們有營養師說 其實我們這張 我就不會很詳細說 因為其實藥物治療 很多款的 很多種的 不過 如果是適合哪一類藥物治療 我這樣做完骨質疏鬆之後 你就要找一個醫生 跟你詳細說 因為其實三十年四十年前 如果你看醫學的書 其實只有兩種 就叫做治療骨質疏鬆 鈣和維他命D 但其實鈣和維他命D 不是治療骨質疏鬆的藥 它是補充 是需要的 日常生是需要的 但我們不可以叫做治療 這是一個 我們叫補充 這是需要的情況 對那個情況 所以我們 其實你看到 這幾年裡 這十幾年裡 很多新的藥 還有副作用開始越來越少 這個表 我不是給大家 不需要大家去讀的 大家看 其實有很多選擇 但當然 如果選擇什麼藥物 很重要是跟醫生商量 跟醫生商量之下 藥物是怎樣比 那個頻率是怎樣比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所以其實我們講了這麼久 有個個案分享 當事人都知道 大家有時候看一些廣告 羅蘭 羅蘭其實是一個骨質疏鬆的病人 他現在86歲 他有做過骨質疏鬆檢查 他一直都有治療的骨質疏鬆 大家都看到他在社交活動 和日常的生活 都是很治癒的 其實都是一個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健康的長者 就是一個健康的長者 就像一個 role model 其中一個情況 提早治療 知道自己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都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最好不要一個寬關子而入院 我先講到這裡 應該有些Q&A的問題 的時間 謝謝羅醫生 再詳細一點 再深入一點 告訴我們 究竟骨質疏鬆有什麼後遺症 而我們的骨折 又有什麼不同的類別呢 好了 我相信大家都 有很多問題想問我們兩位醫生 其實你們可以在聊天室打倒 我們也收集到一些問題 現在其實我們可以開始問兩位醫生 那麼 謝謝Kaley Hello 各位 你好 我是香港中文大學 蔡馬會骨質疏鬆 預防及治療中心的中心經理 我姓林的 你們可以叫我林姑娘 或者平時我們出去講書的時候 都看到我的 你們都多數叫我林姑娘的 那麼首先謝謝蔡醫生 和羅醫生 那麼我們就會馬上進行 我們現在這個答問的環節 那麼也都多謝我們的朋友 有啦 在你們的聊天室裡面 已經打了一些問題的了 那麼首先 我有一條問題想問蔡醫生先的 那麼蔡醫生 我想問呢 就是有人預先已經問定我了 他問我 說我平時在外面 就有很多時候坊間 或者一些健康講座 或者是活動 有些超聲波檢測的 檢測之後呢 出了那個報告呢 其實是否可以直接給醫生 不用照DXA 就是DXA 好等等 等蔡醫生拿回一個好一點的咪 再和大家作答 可以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剛才所說的 其實超聲波是一個比較 就是一個簡單方便 或者很初步的檢測 它的好處只是說 它是因為細細部 很容易攜帶 所以為什麼很多地方 有時候健康講座 有時候都會做 但是其實那個準程度 有時候 就是不同的人造 地方的不同的噪音 有時候都會影響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 用那個超聲波出來 其實那個分數都跟我們 雙能量骨質密度分數 那個T分數 我們的意思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大家都做了那個檢查 如果真的都說你差 那其實你最好 就真的去找個醫生去看 還有我們都一定要做一個 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查 所以其實很多高危人士 剛才所講的 跟羅醫生都講的 高危人士 你年紀很大 又吃煙飲酒 或者斷過骨 其實你可以直接 其實就不需要 特意去再做一個 這些超聲波的檢查 直接去做一個 雙能量的骨質密度檢查 就最準確了 因為有時候始終 每個檢查都有些 解陽性、解陰性 有時候超聲波可能做到 挺好的 但原來我又斷過骨 又70歲 就這樣看這個風險因素 你已經知道你很高危 就應該直接去做一個 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查 那就可以 不用一定去做那個 超聲波檢查 可不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 沒有一個DXA的 正式的報告 其實都不可以 醫生都斷診到 是不是骨質疏鬆 除非在一些情況 其實我們臨床的 因素都很高 譬如他70歲 有寬關節骨折過 如果在一些落後的地方 我們沒有DXA 即是沒有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查 這個臨床因素已經足夠 我們醫生是診斷他臨床有骨質疏鬆 直接去治療 但是香港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已經很高危都好 我們都建議可以考慮做一個 去雙能量骨質密度檢查 就不是用超聲波 因為超聲波的數據 我們就很難去評估 除非他完全不可能做一個DXA 我們醫生會根據他臨床的情況 稅數和其他去評估 另外蔡醫生也有一條問題 關於用藥的 有位在聊天室裏面 一早已經出了一條問題 就問 是Alice 他說他正在用一種 仿佈骨質疏 Denosumab 用了兩年 讓我看看問題 用了兩年 接著他的DXA 就是藥膜-2.3 然後用完兩年的Denosumab 即是仿佈骨質疹之後 就吃了一種 就是Resitronate的藥 就是二輪酸黏的藥物 請問用Resitronate的藥物 可以吃多少年就要停呢? 謝謝蔡醫生 這個病人本身的情況 因為他只是有個T分數 有可能他年紀大 或者他有斷骨 風險高 他就跟醫生 訪暴骨素 就是一個針劑 每六個月打一次 一個很好的治療 兩年之後 我也不知道他的分數是怎樣的 醫生就停了 就轉他吃一個雙輪酸藥 Resitronate的雙輪酸藥 我們也是很常用的骨質疏鬆治療 但是用多久 我在這裡就很難給一個答案 因為一定要看他每 有可能他一年兩年 去做他最新的骨質密度的評估 以及他的臨床因素 因為如果他本身 年紀很大的問題 他有沒有跌斷骨 我們先看到我們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會希望有可能可以暫停他的藥物 所以這個他定期有可能一年 都要回去他的醫生去做評估 因為這裡我真的要多很多數據 我才大概講到 因為雙輪酸藥 我們都有可能吃一段時間 我們有可能如果他的風險不是那麼高 我們都會建議停 因為始終藥物長期用 都有可能會有些微的副作用 這個他要跟他的家庭醫生 或者他的骨科醫生去談清楚 目標是怎樣 是因他的風險因素而定 但有些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 就是吃藥打針也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聽到 很多病人就說 三年就完結了 是不是打到第六針就不用打 或者吃藥三年就完結 這個記住 完全錯誤的 骨質多宗的治療 我們不是說 每個人都一定是一輩子的治療 但是每個人的治療 方案的時間都不同 因為每個人的風險因素都不同 所以千萬不要說 有一些是真的做骨細胞的那些針 是真的 只可以打 有些打一年兩年 這些是一定的 但是其他 比如一些 我們防止破骨細胞活躍性的藥 比如雙輪酸藥 防保骨素那些 我們沒有一個特定的年份一定要停 那個是本人的風險因素 謝謝蔡醫生 另外下一條問題 可能蔡醫生或者羅醫生都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有個聽眾 參加者就問有關一些Dexer的報告的問題 他就說 他很清楚 我說了 Leg 就是負2.2 Watts 就是負2.5 Totenta 就是負0.8 然後 有個Total的數 就是負1.5 他說 這麼多的數字 一個腰骨 一個就是寬關節 那我們會選一個低的分數作準 但是寬關節 有些現在以前有些報告 他的寬關節會出了四個分數的 剛才所說 但是我們主要是看兩個 一個就是看Framel neck 我們叫做骨骨頸 第二個就是看Total 就是整個 另外兩個 有一個叫Trotenta 一個叫Watts 那個我們不看的 就是分數我們不做標準的 所以我們如果這個病人 他的Framel neck 是多少 負多少 Petty看不看 就是我們看那兩個 Framel neck 或者Total hip 總之哪一個低一點 他2.2 那麼Total 1.5 不是啊 他的腰骨我不知道 只是這個我們就算負2.2 我們用那個做標準 是啊 Watts那個我們不看的 我們不會用那個 好 那來醫生會不會有特別補充 跟蔡醫生的意見一樣 為什麼補充 因為其實所謂的NAT 就是中間就是頸 其實他想看那個寬關節 一個脆弱點 那麼如果負2.2 都偏低的 不過他Total負1.5 那麼當然我們也不知道 他的腰骨是多少 那麼所以他的標準 我們就 還有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個骨質疏鬆的治療 是 靠為要全面看 最好看那個腰骨 那個決定 那個治療方案 好 那麼就 羅醫生也都有一位 就參加者 問了一條 有關於 就是 寬骨的 寬關節的問題 那或者你幫忙解答一下 羅醫生 他說之前呢 就跌倒大腿 就放了三口釘 在寬關節 現在發現痛 還有 呼骨 有些什麼辦法 可以減慢呼骨呢 謝謝你 根據這裡的資料 他那時候應該是跌斷 剛剛講完了 就是那個 Dexa 就是那個雙能量檢查的頸裡斷了 就打了一個 螺絲釘下去 如果他有呼骨的話 其實 你要跟做手術的醫生 商量的方案 因為他現在56歲 他56歲 如果他的呼骨 呼骨的意思是 就是說他斷了骨之後 那個血 那個預合不好 那個血 血氣不夠 那個預合不好 那那個骨 那個骨頭就會 敷了 如果他再是痛的話 有些個案 是需要做手術 做一個關節支援的手術 因為 資料就不多 只是這樣 因為敷骨有分幾個層次 就是幾個 幾個速度 所以我覺得 56歲 我想都要跟你的骨科醫生 討論他的治療方案 最後方法 是有些個案 是需要做這個 全寬關節支援的手術 好的 謝謝來醫生 來醫生 參加者也有一些問題 就是 關於可能就是 脊骨的骨折的問題 那就是 他說如果經常感覺到頸痛 有時候動一動 又會發出聲音 會不會和骨質疏鬆有關的呢 究竟怎樣知道自己 會有隻骨骨折的問題呢 嗯 頸痛 有時候動一動 又會發出聲音 剛才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本身是沒有症狀的 直至他有 骨骨裂 就是 我們叫做 骨折 如果他有頸痛 他 基本這樣的資訊 應該 他就是一些 退化性的關節炎 但是如果要知道是否有骨質疏鬆 第一 起碼要做一個檢查 找一個骨科醫生 第二 要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例如X肝 如果要看稅數 剛才我們的風險因素 甚至要做一個骨質密度檢查 才可以做一個正確的診斷 謝謝 謝謝 好 看看兩位醫生的意見 下一條問題 有位參加者會問 究竟如果我很關心骨質疏鬆的問題 究竟我會直接去找骨科的專科醫生 還是其實一般普通科的醫生 就可以處理得到他關心的事情 謝謝蔡醫生 或者萊醫生 基本很多時候病人有一些問題 其實最好第一個就是找回你相熟的家庭 就是普通科醫生或者家庭醫生 因為如果他看開你的問題 那很多時候他都知道 第一他有可能已經有一個知識 去幫你處理骨質疏鬆 因為很多其實骨質疏鬆不是很嚴重 其他他剛剛斷了骨要做手術的情況 很多時候家庭醫生 普通科醫生 他如果有這個知識 他都會處理到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沒有這些相熟的其他 那你去找一些骨科專科醫生當然可以 因為骨科醫生當然對骨質疏鬆很熟 所以看一下 第一如果他有一些相熟的家庭醫生 應該去到那裡先聊天 因為家庭醫生他自己處理到 他可以處理 他處理不到他都有一些轉介可以幫到你 那大家熟悉到為什麼家庭醫生 有一個這樣的好處 但如果不認識 當然去骨科醫生 當然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羅醫生 骨科醫生方面有什麼意見 我也同意 蔡醫生說 第一個接觸點應該是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他對患者 他本身的病歷 有沒有長期病患 就是最清楚的 當然就是 如果我本身 如果見病人真的有骨折才會見骨科醫生 當然就是說 其實什麼醫生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一個醫生識骨質疏鬆 好 謝謝兩位醫生 另外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很多次出去做公開教育講座 對老人家長者都很想問的 因為他們都 骨痛很多時候會有 關節痛會有 那不如就看一下這個個案好嗎 那就是骨關節磨蝕的退化 那個長者 但是他只有53歲 其實挺年輕的 反覆這樣痛 痛那邊的腳就比較長些 要拐一下拐一下來走 但是過了六至八個星期之後 那些痛就減少了 兩隻腳就變成一樣了 這些是骨關節的問題 還是筋膜問題 還是骨質疏鬆的問題 應該怎麼處理或者改善 或者可以羅醫生先回答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公營系統裏面 或者骨科醫生 骨科的門診裏面 兩大問題 是最常見的 一就是關節退化 我們中國人最常見的就是 膝關節 那這個嘉賓呢 他就說是寬關節磨蝕退化 那這個是關節問題 二就是骨質疏鬆的問題 那兩樣東西是可以共存的 那所以你問我呢 要怎麼處理呢 真的要做一個評估才知道的 那如果聽他這樣說的話 就是說他講的病歷 那六至八個星期痛減少 那個症狀就像是 退化性的關節炎的情況 蔡醫生有沒有補充 是 症狀就是 駱醫生說的 退化性關節炎 但是如果他 他是男士還是女士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剛才羅醫生說 可以同時間出現的 那所以 你這個當然 多數都是一些關節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本身都是 女士有可能又收了經的 那你都要開始 注意骨質疏鬆 就是有可能兩種都要 檢查看一下 怎樣處理 謝謝蔡醫生 那另外呢 都有一些問題呢 就想 等一下 先 我們還有兩分鐘 那我們都可以解答 快快去解答 多一兩個問題的 那 就 好 有位人士呢 就 講過 自己五十四歲 吃了 哈爾蒙藥一年 那 他要主動向醫生 公立醫院 提出 要安排做骨質檢查 需不需要呢 這樣 這個病人 我不知道他在吃荷爾蒙 我想是不是傳統女性的荷爾蒙 那 那 在公營系統 現在來說 理論上 他就不會照顧一些 譬如擔心骨質疏鬆 你不是有斷骨 不是整個 那公營系統 以我所知 就不會有一些 免費的骨質疏鬆檢查給你的 除非 你有些特別的病歷 吃一些特別的藥 或者你真的剛剛斷了骨 那些有可能的公營系統 才會有可能安排到骨質密度檢查 所以你當然可以主動向你那個醫生 譬如給荷爾蒙 我這裡不知道他為什麼 在吃著女性荷爾蒙 那你當然可以主動要求 問一下醫生他需要不需要 那 這個當然可以主動 如果真的不行 那 香港坊間 我都說 很多地方都可以照骨質密度 也不是太昂貴 那政府沒有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私家裡做檢查 如果他自己都擔心的話 可能更年期之後 有時候一般會被荷爾蒙 54 你當然可以先提出 如果不是私家 很多地方都會有這些檢查 不是太昂貴 好 另外有一條問題 其實就是概括 很多人在吃著不同的藥物 包括一些就是仿佈骨針 或者二輪酸甜的藥物 一般其實他們說 有些人吃了五年 又十一年 一段時間 究竟他們的停不停藥的處理 其實應該考慮些什麼呢 兩位醫生 羅醫生 羅醫生 麻煩你 這個概括來說 停不停藥 一看骨質密度 我的比喻就是 譬如你醫高血壓 你都要度一度 你之前之後 你糖尿病之前之後 骨質密度是一個標準來的 你要量度才行 你不知道你就量不到 至於有不同的藥物 有不同的停的方法 例如剛才我見到一些問題 都是問題 例如我吃Foxamate 就是吃那隻口腹的骨質疏溯藥 要怎樣停 要怎樣停 要多久呢 真是個案因人而異的 雖然這個答案很寒 寒的答案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standard 就是這樣大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骨質密度 不知道它的上升速度如何 還有它有沒有對藥物 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response 如果它吃完藥物 根本不升 甚至要考慮轉藥 所以我都提議 如果給藥物 就要跟他們自己的家庭醫生 或者開藥物的醫生商量 就是怎樣處理 對 所以剛才我在講講過 最重要就是 要有一個你信任的醫生 還有一個定期的評估 那你吃什麼藥物 你每一年兩年都好 你要跟那個醫生 有醫生會教你 什麼時候回去檢查 你要跟那個醫生去做 那很多問題 就是很多病人 現在都很緊張 在外面問 吃多久 那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 所以最重要就是 你要找一個你信一個 相熟的醫生 去到定期 跟著他評估 他一定會給你好的意見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有可能你的醫生 你覺得你跟他溝通得不夠 或者你的信息不夠 你就應該去找一個 就是給介紹也好 就是找一個醫生去跟著他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就是這個完全沒有一個人的答案 他吃兩年三年五年 有些人吃八年 轉打針 任何情況都可以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 你自己是溝通得很好 信得的那個醫生 一路跟著他的治療 這個就最適 好 那或者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羅醫生 解答一下 那就是有關於 寬骨骨折入院後的情況 那入院之後 其實就有機會 經過急症室 入院 那之後去到醫院後 怎樣處理呢 出院之後 有些什麼要注意的呢 那或者是 就概括我們今天 你們講的內容 就回答這條問題 麻煩羅醫生 入院之後 現在大部分公營系統裡 我們就是一個老人科 和骨科醫生 一個我們叫做 共同處理的方案 尤其是長者那時候 因為他們 很多 慢性病 糖尿病 都要控制了 跟著呢 就要麻煩科醫生看 看完之後呢 就 我們定一個適合的手術時間 一般來說呢 手術就越早做越好的 不過問題是 受傷 那個寬關骨折的病患 那個身體狀況 可不可以配合到呢 然後呢 他都需要一段長 小小的康復的時間 那大部分呢 在那個 住院康復呢 三至四個禮拜 左右 然後 回家 那 但是我想最後 我們完結這個 這個session之前 都說 都希望 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 六十七十八十這個概念 那麼呢 八十歲的寬關節 如果我們提到 譬如六十歲 第一個警號 我們就可以 適合骨質疏鬆的處理 那 絕對呢 我們希望可以防止 他的寬關節 斷骨 我都不希望大家 要做手術的 大家也都不希望 我們是一個 因為一個寬關節 而一個 可以避免到的 疾病 避免到骨質 而入院 那之後還要配合的復康 是不是 是的 麻煩了羅醫生 麻煩了蔡醫生 我們今天 上半部的 有關醫生講座 就多謝 中文大學 蔡馬會骨質疏鬆 預防及治療中心的 蔡德基醫生 另外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為中大的副教授 羅尚偉醫生 骨科專科醫生 為我們主持 上半節的講座 那我們問答環節 就到這裡為止 但是 都多謝 各位 參加的人士 他們給我們的問題 不能夠一一作答 大豆希望 我們可以回答大部分 大家最關心的內容 接下來 我們約會有 四分鐘的休息時間 11點25分 我們再回來這裡 之後 就會有 物理治療師 和營養師 跟我們講解 下半部的 健康講座 麻煩一會兒大家 11點25分 再繼續參加 謝謝 也多謝羅醫生 和蔡醫生 麻煩你 開咪了 各位 大家好 我們延續我們的 骨格健康講座 上半場 我們很有幸 有兩位醫生 跟我們解釋 究竟什麼叫做骨質疏鬆 怎樣預防骨質疏鬆 那我們下半部分 其實就會再過人化一點 究竟怎樣才可以知道 自己有沒有骨質疏鬆的危機 好 第一個環節 就會交給香港中文大學 蔡茂會骨質疏鬆 預防及治療中心 中心經理 林文山女士 幫我們去講一個 一分鐘骨質疏鬆症的風險評估 謝謝林女士 好 謝謝Kelly Hello 大家好 你好 剛才和大家主持了答問環節 現在其實就是聽了醫生講書 其實講完內容之後 你們都開始關心自己的身體狀況 或者自己是不是屬於骨質疏鬆的高危一族 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不用猜猜一下 我們其實有很多 一些自我評估的工具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看到 畫面上面 我們有一個網址 www.jococ.org 這個網址 就是我們中文大學骨質疏鬆中心的一個網址 我希望你們先寫下它 或者有機會在我們完成講座之後 上一上這個網址 因為裡面有很多資訊性的項目 可以給大家一一做參考 以及做一些自我的網上評估 大家都已經在用這個線上的講座形式 我們不如就再厲害些 完了之後就上下網 用一個上網的方法 為自己做多一點的自我檢測 在畫面上面 你就看到我們進了我們的網址 右上角你會看到 中英文我們都可以選擇自己中文 還是英文的內容 我們今天當然是選擇中文的內容 給大家看一下 入到這個網址裡面 你留意藍色的網址裡面 在最後數上來 第四項我們有個教育資訊 麻煩一下 Kris 這個教育資訊在這裡 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一系列的一些教育資訊的單章 你們擊一擊那張單章 就原文 100% 圖文並茂 就好像在看一張紙板的單章一樣 既環保 又經常都可以戴在心裡看到 一會兒可能聽完我們治療師 或者營養師說的內容 想有少少參考 你也可以找回有關的內容 做一個參考配套 我們先出到主頁 麻煩一下 Kris 出到主頁 你可以在藍色的 那個 那條巴上面 看到 最後從右邊數上來 第三個項目 有一個叫做 風險評估 或者叫做 快速評估 我們在快速評估 有很多個電子化的快速評估 今天我介紹一個 叫做一分鐘骨質疏鬆風險評估 給大家 那這個風險評估 如果你擊下去之後 我們有一個電子版的評估 但是我今天 就特別不跟大家做過電子版 我跟大家擊下去 就有兩個人頭 有靚仔靚女的長者 Auntie Uncle 那張單張 你擊下去這個單張 也都會看到 我們一個很快速的 大約有十九條問題的 一分鐘骨質疏鬆風險評估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剛才蔡醫生和你們講的講座 我們其實長者 什麼叫長者 其實五十歲以上 其實相當年輕的 但是五十歲以上 就開始有些風險 我們要留意 和注重自己的骨骼健康 那羅醫生說 六十七十八十 就是一些不同的 高危骨折的階段 所以我們要早些知道 自己的骨骼健康 是不是應該早些為自己做一些 簡單的評估 心中有數最好 所以 這份單張 你們可以看到 藍色的部分 就是一些十九條的問題 裡面長列了 剛才蔡醫生講的有關 就是一些風險 或者高危因素 以高危因素 第一條問題 至到第十四條問題 都是一些自己控制不到的個人因素 包括一些家族病史 以及個人一些本身的問題 但是他們都是一些骨質疏鬆的高危因素 那我不會詳細一一作答 但是男女 都有些特別的問題 就需要處理 當你們跟著這張 一分鐘骨質疏鬆的評估 慢慢做下去 你們就知道 男士就要答哪條問題 女士要答哪些問題 但是頭那十條問題 基本上就是 醫生都會問你的 其實不如我們自己問一下自己 但是我要特別想 大家注意 就是第十六條到第十九條問題 第十五條到第十九條問題 如果你記得的話 吹聲講的 有些情況 有些高危因素 是自己個人可以控制的 就是我們正正想大家 或者一陣下來 我們的物理治療師 或者職業治療師 或者營養師 想講的內容 包括自己有沒有吃煙喝酒的習慣 經常有沒有做運動的習慣 有沒有曬太陽的習慣 或者自己有沒有做一些日常運動的習慣 這些全部是否自己可以做到的 當發覺原來自己答這個 第十五條到第十九條的一分鐘評估裡面 發覺自己都做得不太好 就是說出現了高危因素 但是這些高危因素是可以逆轉的 所以接下來的內容 也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劉家琪醫生 Ben 他是我們的物理治療師 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令時間防跌訓練 希望大家可以逆轉一下自己 在運動方面 如何改進自己的骨骼健康 謝謝Ben 謝謝Pattie 謝謝Pattie 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下一個環節會講 我們關於一些防跌訓練 剛才羅醫生就說 蔡醫生就遇了大家 然後羅醫生就嚇了大家 我做什麼好呢? 我鼓勵大家 我希望鼓勵大家 做多一些防跌訓練 其實剛才兩位醫生都提到 骨質疏鬆其實本身是沒有症狀的 我們為什麼要做一些防跌訓練呢? 因為有時候你年紀時自己患了骨質疏鬆 如果你不去一個雙輪量的DESA檢查 其實你自己不會知道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防跌訓練 增加大家的肌肉強度 和骨質的密度 希望減低因為骨質疏鬆 引致骨折的風險 在開始之前 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自己檢查 我們首先來一個平衡力的檢查 我們一個很簡單的單腳站立測試 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很簡單 就像圖畫一樣 看到一個女同事 插著腰 眼睛看回前面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單腳 很所謂哪隻腳 左腳也好 右腳也好 兩隻腳都可以試一下 維持五秒至十秒 當然維持越長 就代表你的平衡力越好 但如果說你單腳站一站 五秒也減不了 你的平衡力也很差 另一個比較進階 就是我們叫前後腳跟的站立測試 這也是一個測試平衡力的方法 你看到小朋友走平衡目 前腳跟碰著後腳跟 我們手可以低擺 或者擦腰的方法 我試一下定住 這個又要定久一點 可能大概二十秒左右 如果你說一邊站的時候 一邊擺來擺去 好像很不穩陣的話 其實也可能已經失敗了 也是剛才這麼說 如果你維持得越久 越長就越好 希望大家維持多過二十秒 除了剛才有兩個平衡力測試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下肢肌肉力量的測試 我們叫做一個三十秒座站測試 就叫做一個三十秒座站測試 其實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平衡力好之餘 都要看肌肉力量夠不夠 下盆是否穩陣 我們就很簡單 好像圖畫一樣 交叉雙手坐在大約九十度角的椅子 然後坐下起床 我們看看我們可以做到多少下 當然做得越多 在三十秒內做得越多 就代表你的肌肉強度越高 這個測試有些參考的數字 譬如說你年紀輕一些 六十至六十四歲的群組 當然要做多些 你年紀大一些 好像十後八十五歲以上 做得少一點都不重要 做到之後 你們都不用在一個檢查室 告訴我們 自己心裏面有數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正題 剛才其實蔡醫生也提了很多 我們說常見跌倒的因素 包括一些環境的因素 例如說家裡很多時候跌倒 分暗 地面很濕 或者很多雜物 另外很多心理因素 比如我們剛才做了一些簡單的檢查 知道自己的平衡力究竟好嗎 大家的肌肉 感官的程度 有些人都可能因為痛 而影響了他的活動程度 例如剛才有些朋友都提到 他自己有失關節痛 或者其他地方的痛 或者有些人感官退化 例如眼睛沒有那麼好 可能有機會白內障 這類型的東西 都容易會影響到自己容易跌倒 另外一些都是行為的因素 原來我們發覺有些人比較怕跌倒的話 是會更加容易跌倒的 不是說他怕跌倒 而是說他更加小心翼翼 容易跌倒 有機會少些 反而不會的 反而動得少 我們就更容易跌倒 還有現在在我們新冠肺炎的情況下 很多人都少外出 坐得多 反而令到活動量下降了 肌肉流失得比較誇張 亦都令到活動能力比較差 這些都是會比較麻煩的情況 其實大部分跌倒的成因 都可以預防或者可能有些改善的空間 比如剛才蔡醫生也提到 大部分人都其實在家裡跌倒 這些我們要執法 但是我們其中一部分 今天我主要講的內容就是 如何去改善生理因素 另外剛才也提到 跌倒之後 其實最麻煩就是有一個骨折的情況 影響活動能力 我們通常就說 希望我們預防一個骨質疏鬆 或者希望減輕跌倒的話 我們最主要有兩種運動要做 比如一些阻力的運動 負重的訓練 以及一些平衡的運動 比如一些心肺功能的運動 比如跑步 游泳 或者我們做瑜伽拉筋 是否沒用呢 不是沒用的 不過只是在骨質的密度增強 和肌肉增強而言 未必夠阻力訓練 和平衡運動的作用性這麼大 通常阻力運動或者負重訓練 其實顧名思義 是要用力的 它有什麼幫助呢 其實就是增加了我們的肌肉強度 保持我們的關節 另外也可以增加關節和身體活動的靈活性 另外平衡運動 其實不會說 一做平衡運動 令到你的骨質密度會增加 但是我們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希望強化我們的平衡力之後 減低跌倒的風險 從而減低骨折的機會 影響我們的身體活動 阻力運動 其實為什麼會幫到骨呢 其實因為我們做阻力運動的時候 骨就會受壓力 刺激了一些骨落的生長 譬如我們生長寒爾蒙的分泌 就會提高骨質密度 另外肌肉 你鍛鍊肌肉 其實也會有些肌肉的增生 增加肌肉的能力 以及減少跌倒的情況 阻力運動或者負重運動 都是你做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才有用的 譬如這麼說 我做手的肌肉運動 不會說腳有力了 或者我做腳的肌肉運動 也不會說手有力了 所以我們阻力運動方面 其實上支和下支方面都要一起做的 今天你們都會看到一個題目很奇怪 什麼叫零時間運動呢 明明剛才蔡醫生說 一個星期要做三天 每次要做三十分鐘 現在你又跟我說 零時間就是不用做 不是的 其實我們傳統來說 文獻都鼓勵大家 一個星期做三至五次 每次三十分鐘的負重運動 對骨質的生長 或者肌肉的生長是最有效的 不過大家都是都市人 很忙 經常都說抽不到時間做運動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試一下 你沒有藉口沒有時間做運動 什麼叫零時間運動呢 其實就是大約2015年左右 香港有一個教授 林大慶教授 去提出的一個概念 零時間運動就是 希望大家不用特別去抽一些時間出來 也不用特別去浪費一些錢 甚至你說不用用器材 不用特地去健身室 你可能運用家裡現有的設備 已經可以做到 它會幫助到什麼呢 一會兒我們會講多些運動 大家就會理解 其實會幫助消耗大家的能量 增加大家的心肺功能 也有機會增加到我們的肌肉內力 以及力量 其實什麼時候才適合做零時間訓練呢 其實什麼時候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就算你說剛剛睡醒的時間也好 看電視的時候也好 甚至你在等車的時候也可以做 所以我們不會受到時間 或者場地所限而做不到的 只剩下你自己的創意 以及你自己有多有行心去做 今天下來 我就透過這三個場景之下 告訴大家 究竟有什麼運動可以給你一些提示 比如我們剛剛睡醒的時候 也不想立刻起床 在拉下床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肌力運動 比如這個叫喬式的訓練 喬式的訓練 這個就是你看到 在照片裡 我的同事就起了他的屁股 然後就鍛鍊他的臀部肌肉 以及我們大胃腿 後面割成肌的肌肉 這些都是增強我們下肢肌肉的運動 一般在零時間訓練裡面 我就不會跟大家說 你今天要做多少次 因為你們有時間就應該多做幾下 心情好的時候又多做幾下 你不需要特別去說 我要記住實 我要數到六十次 當然做得越多 其實那個訓練效果 理論上越好 不過就要看回你自己的情況 比如說 我本身有些腰骨痛的 或者我可能醫生跟我說 我有一些脆弱性骨折的風險 這些就可能要小心避免一點 另外 剛才那個喬式運動 如果你們覺得太簡單的話 我們有一個叫單腳喬式運動 我們首先也是隔起了屁股 做一個單腳的喬式運動之後 我們就伸直一隻腳 就可以鍛鍊我們的臀部肌肉 或者我們的後腿肌肉 更加折 更加強 除此之外 我們做一個臀部肌肉訓練 你會看到 我們在練一個外側的肌肉 你也可以像我的同事一樣 這樣打側睡在床上 把一隻腳打開 保持三至五秒的時間 定一定住 當然做完左邊 我們可以做一做右邊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大腿肌肉的訓練 我們這個叫做直立提腿的訓練 這動作可以訓練我們的腹肌 和寬屈肌 亦可以訓練我們四頭肌 所以就像一個很簡単的 bran准 運動 他就是在訓練了很多線keeper 肌肉了 好了 睡醒了之後 當然大家有日常的生活 但總會有一些時間 會坐下來休息一下 或者看電視 輕鬆一下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運動去訓練呢 譬如大家現在這一刻 都是看著Zoom 可能在用iPad也好 電腦也好 甚至手提電話也好 其實都可以一起這樣做 一路聽Zoom的時候 不要只是說 我只是用眼睛 用耳朵去聽 其實雙腳都可以一路活動著 這些零時間訓練 就是偷下大家 在日常生活 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都可以做到一些肌肉的訓練 大腿肌肉訓練 就很簡單 就像我同事一樣 伸直腳 大腿肌肉就會斑緊了 這些都是練四頭肌的方法 另外這是一個寬關節的訓練 去練我們的寬屈肌 和我們一些腹部的肌肉 跟剛才不同的方法 就是現在他真的要提起膝蓋 好像把膝蓋向胸口靠近 進階一點 哇 剛才那些運動好像70後80後 我年輕一點 所以這樣怎麼搞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循環性的動作 我們叫做一個踩單車的訓練 大家一路做的話 都會發覺我們的腹部 或者寬關節 用了很多力量 所以這個運動 不單止練到我們的肌肉力量 也能練到很多我們心肺的功能 剛才另外一個 這是一個我們比較功能性的訓練 我們一個叫做坐低去到站立的 大腿和斷步訓練 也是剛才呢 大家做過其中一個30秒內要做的訓練 我們也是 雙手其實可以交叉在空前 慢慢站起來 慢慢坐下 這個動作 其實很多時候 年紀大老人家跌倒 我們都發覺 就是說 他通常在改變姿勢的時候跌倒 通常老人家去逛逛逛 未必會跌倒 但可能他一起來或者一坐下的時候 發覺肌肉保持得不太好的話 他就容易跌倒 所以這個功能性訓練 可以增加大家的靈活度 也可以提升下肢的力量 然後呢 我想很多人都會學過的一個 就像瓶座的訓練 或者一個心瓶的訓練 我們可以在家的時候 扶著桌子 就是一路伴增的動作 我們屈膝蓋 或者我們的感覺 好像做一個屁股 想坐在椅子上 如果有些人的平衡力比較差 我都會建議你 可能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後面已經是一張椅子 甚至是一個沙發 當他向後挖的時候 就減少了跌倒的風險 其實我們做這些運動的時候 你看到很少會用到一些沙包 或者學到一些運動的掌筋帶 是否不能用呢 其實不是的 不過我們也希望大家 隨心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 所以你未必說要預備好所有事情 其實可能在家中間 只有兩三分鐘的時間 我又要預備出街的時候 可能等太太換好衣服 要出街之前 我們又可以做兩下了 或者我預備去吃飯之前 或者開飯之前 我又可以做兩下了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自由度大一點的 另外 剛才我們講了很多阻力的訓練 比如說伸直隻腳 踩單車 提腿 接下來我們有些平衡的訓練 其實個人也不錯 一些運動的訓練 無論你多少歲做 都有些效果 雖然效果未必可能即時反映出來 不過辭之以恆 他們也有一個累積的效果 所以平衡運動 沒有說多少歲不能做 我們可以扶著一些穩腎的東西 然後做一些單腳站的運動 定住 把膝蓋遞到差不多腰間的位置 有些人會覺得 我剛才的平衡力訓練 我站了三十秒四十秒 這些運動我不用做了 不是的 你也可以交一些花繩 或者一些難度上去 例如你說我可以合上眼做單腳站 或者我一路做單腳站的時候 一路的手舉一下向上 一路舉一下向上 去增加我們身體驅降的搖動 這些方法 都是可以令到我們的平衡運動 更加複雜 或者更加具挑戰性的 另外我們也可以做一些 叫做直線步行的方法 就好像小朋友走一些 升高了的級別一樣 前腳踩著後腳 逐步逐步向前走 或者我們做一些閉眼站立的方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原來平衡不單是關於肌肉力量 我們那個平衡的感覺 其實也關於我們的眼睛 那個視力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不用我們的視力的時候 我們的感覺就會集中在我們肌肉 以及我們失關於一些本體的感覺上 所以我們也可以靠這些方法 去增加我們的本體感覺的訓練 剛才也提過了 你只是訓練下肢 上肢是否不需要訓練呢 不是的 下肢的訓練我們通常會比較著重 因為我們會減輕了我們跌倒的風險 減輕了跌倒的風險之後 我們也減輕了因為骨質疏鬆而骨折的機會 但是上肢的訓練也同樣重要 如果不是我們的骨質密度 或者我們上肢的肌肉力量 未必能夠增加 現在你看到是一個比較簡單 我們在做一個叫做長上壓的運動 很簡單 你隨時隨地 又是了 找到牆 按下牆的骨 手肘 然後再伸直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太容易的話 你可以將腳向後一兩步 讓自己再用斜一點 增加難度 甚至你可以雙手按著椅子 去做一個像椅子上壓的動作 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我們整個上肢 手臂和前臂的肌肉運動 因為有壓力的關係 也希望幫助提升骨質密度 我們上肢負重的訓練 剛才提到 我們不需要特別去買很多器材 當然如果你家裏有一些輕綁的啞鈴 我們都鼓勵你可以用這些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可以利用一些水瓶 或者身邊隨手拿起的東西 去做一些舉重的訓練 其實我們的動作不一定說 要像圖裡面的女同事表現得很仔細 做得很漂亮 其實只要你有舉起有活動 其實已經是有幫助的了 剛才都說到 都還可以做一些再複雜一點的 比如說我們可以做一些原地的大字跳動作 因為剛才我們說到 原來很多一些負重的運動 或者陸地上受壓的運動 其實對我們的骨質的成長 或者增生是有些幫助的 所以如果本身你的活動能力 在剛才做一些檢查 或者自由測試的時候 發覺平衡力都不是太差的話 都鼓勵你可以做一些更加劇烈的 比如這個就是很適合現在居家做的運動 比如你就算不能外出 你也可以做一個大字跳 或者我們叫做 Jumping Jack的運動 去刺激上肢或者下肢的肌肉力量 譬如你現在看到一個女生可以打開這樣做的話 也可以做一個簡單一點的改變 比如說我們前後腳去左右靈活的訓練 也可以增加我們身體整體的協調性 好了 剛才有些動作會在家裏做的 等車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也可以做的 不過如果無緣無故在街上 可能做一個大字跳的動作 大家就會被一些奇異的目光看著你 所以在等車或者在街上 我們也提供了一些運動的提示 給大家做一下 比如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大腿肌肉訓練 是訓練我們的後腿 我們很多時候練習 我們就集中在練我們的四頭肌 比如我們做一些伸直腳的動作 比如一些深蹲的動作 這些都很集中練四頭肌 但是我們其實後腿的角承肌 也很重要 因為它是我們保持平衡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所以我們做大腿肌肉訓練的時候 可以向後屈曲 覺得大腿後面有一些斑緊的感覺 也可以做一些跌腳尖的運動 就好像一個原地提升 小腿用力 你會覺得小腿的肌肉用力收緊 比如你覺得太容易了 你也可以嘗試單腳企 扶著一些東西 去做一個單腳黏腿的動作 另外這個是肌肉力量和平衡運動的方面 就可以做一個原地踏步 不一定說要把手放在腰間 不過現在我們這樣有一個動作 就大概知道 其實我們提到多高 會練到多些肌肉的力量 我們沒有需要說要做多少下才夠 可以做多些的話 就會成效更加好 比如剛才那些動作都好像太容易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肌肉的力量訓練 就是我們叫做反向攻步 或者我們看到的動作其實很簡單 把腳向後踏一下 然後向後壓下去 然後彈上來 向後壓下去 然後彈上來 這是我們進階 和建立大腿肌肉力量的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所以這些動作其實可以經常做都可以 反過來有反向攻步 就是有前攻步 前攻步的動作其實是類似的 反過來我們把腳向前踏一步 然後向下壓下去再彈上來 不過前攻步通常平衡力的要求就會高很多 所以我們最主要 比如說有時候在家裡 或者在街上平衡力未很好之前 我們就反過來一個叫反向攻步的動作 剛才也給了很多運動的例子 是否說只是做這些運動才有幫助 去改善到肌肉的力量 當然不是 剛才提到零時間訓練的想法 其實你抽任何時間去做一些這類型的運動 其實都會幫助鍛鍊肌肉的力量 建立到肌肉的力量之後 就減輕到防裂的風險 但是我們其實還有其他訓練的方法 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抽時間做一些傳統的 就是我們中國的運動 比如說太極、八段錦 甚至泳春這類型的運動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因為這些其實都會挑戰很多 我們的平衡的感官 也會令到我們的平衡力增加到 有活動其實肌肉的自然會有一些收縮的反應 也會刺激到它的肌肉量增加 另外一樣就是 可能在醫療機構 或者可能社區機構會比較多 就是我們全身震動訓練 其實中文大學之前都有研究 科學中心那邊都說到 做很多全身震動訓練 每月可能做大概20分鐘左右 其實就會令到它的骨質運動有提升 也都會增加了它的肌肉力量和平衡力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去一些社區中心 或者去一些醫療機構做這些訓練 在這個短短時間 其實我們也提供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運動 例子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沒有說哪種運動一定是不適合 一個防跌去做 不過至於是負重和平衡訓練 就是最針對性的 就算剛才蔡醫生也提過 說游泳 雖然好像跟剛才那些動作 完全沒有特別關係 但是因為游泳是一個全身性肌肉的訓練 所以肌肉力量強了之後 我們跌到的風險其實都會減輕 不過在骨質、密度的增生裡面 就沒有這麼針對性 中間來說其實令時間訓練 其實是一個隨時隨地可以做的運動 最重要就是辭之以恨 你不要想著今天做了十分鐘就好像很聰明 你不會有反應 其實起碼要做三個月至半年 可能才會有效果出現 所以另外大家都有問題 可以問你自己的家庭醫生 或者問你什麼事 好 多謝各位 好 多謝Ben 他教我們怎樣可以隨時隨地 就著個人的體格 去做不同肌肉的訓練 你說除了做運動 還有什麼可以在營養上面去注意 那今天我們就邀請了 我們香港中盟大學醫院註冊營養師 張志良先生 去和大家分享營養上面 我們有什麼可以注意呢 謝謝 Gordon 大家好 我是中大醫院的營養師 或者大家可以叫我做 Gordon 我今天會講講有關於飲食方面的一些 怎樣可以保持我們骨骼健康的一些提示 對不起 對不起 首先我想大家剛才 無論蔡醫生 羅醫生 Ben好 大家都講了很多關於骨質疏鬆的一些不同的情況 不過我也會再強調多一次 其實骨質疏鬆是一個很無聲無息的病 但是很不幸運 它是幾左右我們 譬如說我們有時候出入病房 會見到很多老友記 其實萬一骨質疏鬆 而引致到一些寬骨折 這些各方面的情況 其實和大家的生活質素都很有關係 那為什麼說要在飲食 或者運動方面要做這麼多功夫呢 其實我們都希望 如果去預防到這些情況的話 比如說我們年紀大了 可能想到外面買東西 或者自己照顧自己 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都需要一些很好的骨骼 和肌肉的情況 如果你說和營養 和我們說骨頭要硬朗 骨質密度要高的話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營養 其實我都沒有所有的營養素 不過我會將一些比較主要的營養素 和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說我們一說到骨頭 一定會講鈣質 一定會講維他命D 其實這兩樣東西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些元素 令到我們骨頭會硬朗一些 那等一下會講一下為什麼 其實骨頭大部分 我們說可能差不多佔一半的重量 都是鈣質 那麼 維他命D也是幫助我們 無論在腸裡吸收些鈣質 或者是將些鈣質由血那裡 是走進去我們骨頭裡面 都會有一個幫助在那裡 那另外呢 原來蛋白質都會有關係 如果我們吃太少 或者某些的蛋白質太多 原來都會對骨質密度有好或者不好的影響 另外維他命K 稍後都會講到少少 另外呢 其實都會有一些營養的 或者一些飲食的一些元素 其實是會和我們的骨質密度有關 但是比如說我們在說如果吃得太鹹 我們說那些鈣質或者鹽分太高的飲食 其實我們會在小便裡漏更多的鈣質出來 其實都會有一個影響 可能有些都會聽過 比如說龍茶、龍的咖啡 這些都可能對於我們的骨質密度會有影響 酒精 剛才我都看到過一分鐘的西茶裡面 都會有聞到這些問題 另外一個我們待會會講少少的 就是原來我們有些食物性的食物裡面 比如說草酸這些物質 其實是一些纖維裡面會有的物質 原來有 纖維對於我們來說是一些很好的營養素 其實可以幫助大家長度會比較健康 但是有少部分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那個鈣質的吸收 那麼這裡我們會 對不起 是的 所以變成了我們就會說 我會詳細一點點說 有些不同的營養素 對於我們那個飲食裡面的 比如說我們有什麼要關注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一定是說鈣質的 因為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如果說抗物質來說 我們鈣質來說是最多的 另外大部分的鈣質 其實可能大家有時候會見過抽血報告 我們血裡面都有鈣質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鈣質 其實都是在我們的骨骼或者牙齒那裡 其實鈣質佔我們骨骼裡面大約一半的重量 除了我們說會令到骨骼硬一點之外 其實也會在身體裡面有不同的功用 譬如說可能我們會聽過 會有些跟血壓有關 跟我們肌肉收縮有關 這些東西的幫助 而其實我們說鈣質吸收來說 當然我們會比較希望在天然食物補充 而根據中國大陸的我們說一個DRI 我們說一個膳食營養素的參考攝入量 其實我們就說50歲以上的一些朋友 其實需要的概率是比較高一些的 比如說50歲以上的人士 我們需要1000個毫克一天 而我們說一般的成年人 比如說18至49歲的話 都要800個毫克 但是香港人來說普遍真的吃得比較少 如果有一個我們香港的食物安全中心 一個比較粗略的評估 大概香港成年人 其實攝取那個鈣質的量 只有430個毫克 即是說其實就算我們說年輕一點的成年人 其實都是在吃我們一半左右的需求 而我們說的鈣質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說法 就是那些鈣質吸收得好一些不好 其實牛奶也是吸收得三成而已 其實我們吃的鈣質裡面 其實真的吸收進去我們 在腸裡吸收到的鈣質其實真的是大約 不同食物會有不同 可能有些兩成 有些去到四成五成 待會我都會說少少的 大概我們吸收的鈣質 就算我們舉例吃一千個毫克的鈣 大概只有三百多是我們吸收得到的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 我們會看我們的便便裡面有沒有那些鈣質 其實是有的 甚至乎我們待會 可能有些朋友會想 比如說為什麼不吃補充劑 其實有部分的補充劑其實吸收率不高 吃下去的時間 如果便便那個鈣質含量高的話 其實也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令到便便可能有機會變硬 所以變了去到 就令到肚子有些機會不舒服 還有另外一個我們要留心 其實後面這個其實好像很複雜的幅圖 但大體上我想大家留意 就是說我們吃下去大約有三分之一會吸收到 有大半我們會從便便走出來 另外還有一點其實你會留意到 你看到有個腎在中間的下面 其實我們都會是 小邊那裡都會有一些鈣質是流失的 大約如果平均是百多至三百多個毫克之間 一會兒都會說到其實飲食裡面 為什麼我們說除了鈣質還有其他因素 比如剛才說 為什麼不可以吃那麼鹹 或者為什麼我們需要留心 不要喝太多濃茶或者咖啡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會增加我們小邊那裡 流失的鈣質 所以如果我們說首先看回 我們不要想說流失的部分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說 我們看到香港平均成年人都是吃四百多個毫克的鈣質 而我們要八百一千 甚至乎如果你說美國的標準會更加高 就可能去到一千千二個毫克一天的話 我們首先要看看我們吃得夠不夠鈣質 你會看到譬如說現在講一些高鈣的食品 你可能去網上找一些圖片 其實很多時候都一定會有奶 會有些奶類產品芝士、乳酪等等 在西方的飲食裡面 真的大概有七成的鈣質 是這些奶類產品到那裡來的 但是你會看到除了奶類產品之外 這幅圖裡面我們都會看到 有部分你會看到一些深綠色的蔬菜 你會看到可能有些果仁類的食物 果乾 甚至乎部分水果裡面其實都有鈣質的 當然如果你說鈣質比較豐富 就是我們會比較多一些的話 都走不掉有些牛奶或者奶類產品 你會看到一般牛奶 我們會大約每一杯 我們喝一杯240毫升 大概有300毫克 有樓上樓下的鈣質 如果我們說現在市面上也會比較多一些 我想大家對於骨頭健康的一些意識都比較高的時間 我們高鈣的脫脂奶其實可以去到差不多接近500毫克一日 如果你說差不多接近500毫克 其實差不多我們覺得全日大半的鈣質 已經可以在一杯高鈣的脫脂奶裡面可以拿到 另外還有芝士這些 其實你看到也有大概200多毫克 或者是一些比如說娛樂 其實都可以去到差不多接近300毫克一份的鈣質 其實這裡是一個挺不錯的鈣質來源 當然我也會看回 其實我們中國人可能喝奶的比例可能少一點的時間 還有沒有其他食物可以幫忙補充到呢? 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這裡其中一部分就是黃豆或者它的製品 其實黃豆本身的鈣質就不算很高的 所以你看到普通的豆漿或者豆奶的飲品 其實只有十幾至七十幾個毫克一杯 但是如果市面上也多了很多 加了鈣的豆奶飲品 其實可以做到和牛奶相似的鈣質的份量 其實是一個挺不錯的選擇 而譬如說有部分的豆腐 我們說主要是用石膏粉做凝固劑的一些豆腐 譬如說街市買的板豆腐的話 其實鈣質的含量都可以很高 另外如果大家試過做豆腐花 都是用石膏粉去撞的時間 其實你看到鈣質含量都可以比較高 豆乾這些都是 另外有部分的一些 譬如說素雞 這些都是我們說用豆漿 再加一些凝固劑去做的一些產品 其實都可以給我們幾不錯份量的鈣質 第三個我們會說 第三類就是蔬菜 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像到我們喝奶的比例 例如這麼少的時間 當然我們看回香港的數據 骨質疏鬆都比外國普遍的比率都高一些 但又不是說差得這麼嚴重的 其中一個原因 某程度上我們 譬如說本地在吃一些部分的深綠色的蔬菜 那些鈣質都比一般我們想像中是高的 譬如說一碗熟了的蔬菜 你會看到我們其實 尤其是我們 譬如說 我們吃開一些菜心 白菜 芥蘭這些 其實那個鈣質含量都相對不算很低 你如果看到芥蘭如果是醃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去到一碗蔬菜有三百多個毫克的 另外芥蘭菜、蔡芯、秋葵這些 其實乳衣甘蘭都可以給到一個很不錯的 一個鈣質的攝取量給我們 另外還有一些是豆類的食品 譬如說我們說毛豆 可能我們說一些枝豆 其實那個量也是可以去到二百多個毫克 一碗的毛豆 都不錯的 鷹嘴豆那些都會有幾十 不是說很多 另外一個你看到也比較多的 可能我們如果有時候吃一些魚乾仔 這裡說一湯匙其實不是說很多的量 其實大約有六十個毫克 另外一些就是連骨式的魚 譬如說其中一個 這個選擇可能藍質會高一些 就是罐頭沙的魚 但是他們那個鈣質的含量 其實都可以去到差不多接近三百多個毫克 所以如果你說我喝不到奶 其實我還有很多選擇 可能是剛才說森綠色的菜 豆類或者一些連骨式的魚 這一類的食物 其實都可以給到多少不同的鈣質給我們 另外一個可以大家 譬如說如果我是一個比較 食物性為主 其實還有一些比較好的鈣質選擇 譬如說大家如果牙咬力的話 其實杏仁其實有一個纖維幾高 另外一個鈣質含量都可以很高 其實一個滿的湯匙其實都可以給到二百多個毫克的鈣質 另外芝麻也是 所以可能有時候我們說 有時候如果你說我又想健康一些 平常我會吃一些木皮鋼膽固醇的 有時候加一些芝麻 就是一些無糖 無添加糖的芝麻粉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同時間 令那個鈣質含量 整個早餐的鈣質含量會高一些的一些選擇 或者在一些飲品裡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另外芝麻糊 這些都是種子果仁類的食物裡的鈣質 可以含量比較高的 另外譬如說你看到一部分的果乾 譬如說現在都可能多了 比較多人會去嘗試吃的 譬如說無花果乾 那無花果乾 可以譬如說大約三四顆都可以給到 六十至八十個毫克的鈣質 所以如果你說每樣東西比較多 其實我們要每天吃到八百至一千毫克的鈣質 其實都是 當然喝奶是一個 其中一個比較方便的選擇 但是你說我真的不是喝奶的 其實可能是一些豆類製品 尤其是加了鈣的豆類製品 一些果仁、種子類的食物 果乾 這些都是其他不錯的選擇 剛才有提及過 我們這些鈣質就不是全部吸收到身體裡 其實我們平均只有三成左右的鈣質 是吸收到我們身體裡 而每種食物的吸收率都真的有點不同 其中一個我們要留心的話 我想最主要可能是一些 如果吃補充劑 或者添加了很多鈣質的食物 其實我們留心一下 如果一次過吃太多的鈣質 我們的吸收率會比較差 因為腸吸收的位置就是這麼多 如果一次過吃 五百、六百 甚至乎八百個毫克的鈣質 其實相對來說 吸收率會比較低 所以大家可以留心 如果你說 一般來說我們的建議 最好一次過不要吃多於五百個毫克的鈣質 我們的吸收率是可以保持得比較好一些 而其實鈣質的吸收率 其實也視乎我們的年紀會一直變 其實小朋友 嬰兒子的時間 嬰兒幼兒的時間 吸收率可以高到六、七成 我們剛才說成年人只有三成 嬰兒子有六、七成 年紀越大 幸好我們的吸收率就會越來越低 所以這個變成了我們又要留心 要攝取足夠的鈣質 比例上我們年紀越大 可能需要留意的地方越多 而我們說其中一個 唯一我們會在成年人的時間 吸收率突然會上升的 就是懷孕期 如果懷孕期 懷孕期的時間 因為媽媽的需要多了 其實他們相對來說 在長度上 都會是 吸收的鈣質會做得比較好 另外一個 稍後會講到維他命D 其實維他命D 是可以幫我們在腸道 在長度裡面 吸收鈣質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剛才有提到 一些植物性的食物裡面 其實稍後可能有一個例子 深綠色的蔬菜裡面 其實菠菜的鈣質都高 不過菠菜其實裡面的鈣質 吸收得比較差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裡面有一些 我們叫做草酸 有些草酸鹽 oxalate 因為這些物質 其實會黏住鈣質 或者黏住礦物質 讓我們的長度吸收得特別 差一些 所以變成 我們有些食物 譬如說 蕃薯、豆類、菠菜 如果你說 當然我未必會說 特意要一些 一般的人士或者病人 要記住說 不要什麼東西混合一起吃 不過你說 如果真的去到我們坊間 有時候說不要 菠菜和奶泥食品 一起混合一起吃 其實有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草酸鹽 會令到鈣質的吸收率 會下降 另外譬如說 一些全麥類的食品 果仁 或者豆類 都會有一些叫做直酸鹽 其實也會令到吸收率 會有所下降 但剛才說這些食物 其實很多都是健康的食品 我又不會叫大家 一定 即是說有沒有需要 避免它 又不需要 不過我們會知道 有部分的食品 是會令我們吸收得不太好 而這裏 不好意思 應該在一個單位上 我留下了 其實有一份 有一份研究 其實很好地 就會幫我們看回 不同的食品裡面 其實鈣質含量 以及所謂部分吸收 就是說那個 Fractional Absorption 就是說究竟它裡面 譬如說牛奶 那300個毫克的鈣 大概有32.1% 是會吸收得到的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估計到 即是吸收到我們身體裡面的鈣 就大約是96.3毫克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牛奶 芝士 都可以大約吸收到的量 是去到九十幾個毫克的 另外一個你會見到 就是菜心葉 其實我們的吸收 即是去到 真的我們吃的份量 大約都是熟了一碗 都可以吸收到的量 都不少 都有九十幾個毫克 芥菜都是高 另外你看到 一些我們說用石膏粉做的凝固的豆腐 其實鈣質 可以吸收到的鈣質 都可以去到大約八十個毫克 所以幾年前 這位作者 其實Professor Conny Waver 來香港 他都跟我們說 其實可以鼓勵多些人 吃某些的新綠色蔬菜 比如他們在美國做白菜的研究 其實都挺有趣的 這就是在說我們食物吸收方面 如果我們說 除了我們吃得夠不夠之外 我們都希望不要漏那麼多酒 剛才說過 其實在便便會有一些鈣質 另外小便也會有 而影響我們說 在小便排多些鈣的飲食因素 其實都有的 如果你說小一點的話 可能蔬菜水果 或者可能我們如果吃一些奶類產品裡面的淋質 都會可以幫忙在小便裡漏少些鈣質 而另外如果你說 有些什麼東西吃完 我們會令到小便漏多了的一些鈣質出來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 可能我們現在 一般多肉小菜的一個飲食 其實太多這些肉類裡面的動物性的蛋白質 是會有一個影響在這裡 另外如果譬如說 有時候我們有些比較年長一點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口淡淡就越吃越濃味的話 其實如果用太多一些鹹的調味料或者鹽份 其實或者一些加工肉類的那個鈣質 其實都會因為我們吃得多 我們要把那些鈣質排走 稍後也會說到 其實排走那些鈣質的時間 我們同時會把鈣都留走 另外咖啡因和酒精 都是一些我們需要關注的因素 剛才說過鈣質方面 另外小便的同時因為吃得多 我們要排走那些鈣質的話 是會把鈣質同時漏走的 而咖啡因方面 其實也會令到我們的吸收率差一點 還有 令到我們的鈣質也在小便裡漏多了 大致上如果你說 一般我們說如果真的去到 骨質密度比較低的朋友 我們說是否完全不能喝茶 咖啡這些 我通常都會建議 就說可能最多一天一杯 或者留意其實咖啡因的含量 其實我們就算大家說 大家可能少了留意 其實除了你說中國茶 除了喝杯咖啡之外 其實我們有些茶餐廳 一些絲襪煲的奶茶 其實咖啡因的濃度都很高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我們要留心的地方 尤其是有一段時間 有些快餐店就是早餐免費添飲咖啡 有時候我們都看到那些長者 是喝得太多的 這個真的要小心 我們說可能只是一杯半杯 我們都覺得可以 但是太多 我們都會擔心 尤其是我們飲食裡面 已經本身鈣質不多 再加上這些因素 其實骨質密度真的會 我們看到有些研究都看到 是有些骨質密度下降的情況 我喝得多 另外酒精也會干擾了維他命D 在肝臟的一些新陳代謝之外 也會影響到鈣質吸收 這兩樣東西都會令到我們那些鈣質流失得多了 如果我們吃一些 剛才說動物性的食物多 譬如吃肉多、吃菜少的時間 其實也會在小面上流多一些鈣質出來 所以我們要留心這幾樣東西 我們不是說完全要戒掉 不過我們要做少一點 另外這裡 概則我最後一個會嘗試去補充 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好了很多 如果你運我十幾二十年前 可能有很多老人家都會跟我們提 就說不用擔心 我都會煲很多骨湯 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以形補形呢 通常我的標準答案 都會問一下老友記 就說 你有沒有見過煲骨湯 舊骨頭會縮水 因為其實如果 理論上 如果喝湯可以補充鈣 理論上骨頭要溶到才可以的 但是你會看到 煲完之後 肉脫掉出來也好 骨頭也是差不多的尺寸 所以其實基本上 因為在化學的角度 鈣質是一樣 不是太溶在水的東西 很難溶 還有呢 以形補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農村社會 得出來的經驗 可能未必可能 在一個現今 現代的社會裏面 是這麼適用 因為可能現在我們 相對於農村社會 以前是 就是我們說 大時大節才有肉吃 現在就天天都大魚大魚 所以變成 如果這些骨湯裏面 其中一個我們會擔心的 就是動物性的脂肪 其實第一個就會增加了 我們這些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因為其實容易令到 我們膽固船高 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時候 一些中年或者年長一點的人士 其實都會不少 一些關節痛的情況 可能是一些關節炎的情況 如果理論上 這些動物性的脂肪 其實都會比較 令到我們身體發炎反應會增加 而令到我們這些關節痛的機會 會反而增加了 還有那個人重了 其實膝樓肌一定是負重重了 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不想看到的情況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建議 如果你說真的要煮一些 湯水的時間 可能用一些瘦一點的肉類 去到一塊皮的雞 這些會比較好一些 那些人就會問 其實那些鈣質 你這樣叫我吃多一點的話 我會不會搞到一些 生腎石這些情況呢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建議 比如說不要多吃過2000個蠔克 其實一般的情況來說 我都覺得我們應該不會吃得太多的 因為我們剛才說一般成年人才吃400幾個蠔克的話 其實要過量的機會真的很小 而你說我們另外一些擔心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真的吃補充劑吃得太過分 我們都會真的擔心這些情況 比如說吸收其他礦物質會比較差 這些情況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現在的建議 就是如果真的吃補充劑的話 可以吃一些鈣加維他命D的補充劑 而維他命D方面 第二個營養素就會是維他命D 我會說得快一點 就是說其實維他命D 其實是幫助我們長度裡面 吸收鈣質會做得好些 另外亦都容易一些 令到鈣質油血液 入到我們骨頭裡面 令到骨質密度增加 另外亦都有一些 比如說剛才物理治療的同事 Ben也有說過一些 比如說平衡的功能 維他命D對於我們的肌肉 都會有一些功用 維他命D其實是其中一種 我們身體可以自己做到的維他命 但是我們要透過曬太陽 有UE光線才能做得到 而這裡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建議的涉合量 比如說要400-600個國際單位 IU就是國際單位 其實實際上食物裡面都有 但是不算很多 我們主要是一些比較柔一點的魚 比如你看到有鰻魚沙甸魚 三文魚 吞拿魚這些所謂柔一點的魚 牛奶現在其實一般來說 都很多添加了維他命D 另外蛋黃其實都是有一定份量的維他命D 但是最主要我們的維他命D的來源 都是透過曬太陽自己做出來 如果你說在我們醫院 我們體驗中心的經驗 其實很多人士來做檢查的時候 都發覺維他命D 真的都是比較偏低的 我們說可能只剩下 我們建議的水平的三分一至一半之間 所以其實有些人士可能 尤其是近來 疫情大家如果不是因為疫情 可能大家都可以面對面來聽書 疫情來講也都令到我們出街少了 是有一個維他命D缺乏的情況會有所增加 所以在有需要的時間 也可以向我們的醫護人員 去拿一些意見 需要用一些補充劑的情況 剛才說過動物性的蛋白質 有時候我們都不建議太多 但是因為骨頭裡面 其實我們除了鈣之外 其實裡面的架都是一個蛋白質的結構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可以吃足夠的蛋白質 比如說75克大致上 我們大概有七份的一些蛋白質的食物 當然這個數字 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說有一些長期病患 比如說腎功能 或者其他身體的狀況 可能要有所調節 要跟回醫護人員給你的指示 但是在一般情況之下 我們說足夠的蛋白質 其實可以令到我們骨頭裡面 比如說寬骨 或者腰椎骨的抗物質的重量可以增加 而令它硬一點 而維他命K也是重要的 其實我們維他命K就可以做到骨鈣蛋白 或者骨鈣素 我們說一個物質 其實可以令到我們的鈣質 容易黏在骨頭上面 所以都可以幫助我們 減少一些老年的骨質流失 或者一些骨折的風險 但是食物來源主要是森綠色的蔬菜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森綠色的蔬菜 剛才說的鈣質高 維他命K高 其實令我們未必有很多時間再補充 比如說美質 其實都是對骨頭有些幫助 也是森綠色的蔬菜裡面很多的 所以總結來說 我們就會覺得 足夠的鈣質 當然是一個比較主要的部分 就是可以保持到骨質密度 比較高一些 剛才說的奶類 魚乾 或者部分海味 深綠色的蔬菜 在食物方面 豆腐 果仁 種子 部分的水果 剛才說的橙 一些 我們說一些 Dry Flix 另外 護外運動也很重要 因為維他命C 剛才說過 可以有些足夠的日照裡面曬太陽是好事 另外就是蛋白質 維他命K 那些都是足夠的 而防止我們說 增加流失的話 我們都要留心 不要吃那麼鹹 我們藍質方面 咖啡因的東西 剛才說過 可能一些咖啡因的飲品 可能一杯半杯就算了 另外酒精 還有一些肉食 我們其實整個健康飲食裡面 都希望可以控制 不要太多 沒有過量就應該可以了 今天我的分享就會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謝謝Gordon 他很詳細地告訴我們 究竟以形補形究竟是不是好 或者一些鈣質太多 會有什麼效果 就住正話 我看到我們現場的觀眾 現場的聽眾 都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就加插了一個 問答的環節 就給這兩位專職人士 幫我們答一下 可能這條問題 會先提到Ben 看到坊間有很多朋友去做運動 有時就做到氣來氣喘 出了汗 但有時做一些平衡的運動 可能沒有氣來氣喘 但你覺得 從你的專業資格 你會覺得哪一種運動 其實會幫到骨質疏鬆 是 其實我們要解釋清楚 究竟是幫助骨質疏鬆 還是平衡力的問題 剛才提到 平衡力的運動 本身不會刺激一個骨落的生長 但為什麼我們都要做平衡性的運動 就是因為 我們平衡力高的話 我們跌倒的風險會減低 從而減低了 因為骨質疏鬆 而跌倒 或者有骨折的風險 所以 平衡運動 不會令到骨質疏鬆 是強了的 至於 做到身水身汗的運動 很多時候 我想是一些大量運動 或者心肺功能的運動 其實心肺功能的運動 或者大量運動 或者肌肉的訓練運動 都是增強了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這些都是減低到 跌倒的風險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為了骨質疏鬆 是很想針對性 譬如說 醫生說你的DESA的結果很低 真是希望做一些副寵的訓練 其實我們都真的要舉一些啞鈴 或者寵物 去針對 譬如說 想多練一些上肢的 就做多一些上肢的副寵訓練 我想練我下肢 譬如是骨骨的 我們都要做多一些下肢的副寵 或者一些針對性 可能甚至一些跳躍的訓練都不頂 剛才提到 我們說 全身肌肉震動兒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自己骨落真身的 好的 謝謝Ben 其實我也想再就著這個問題 再找到一條 其實從什麼方法 可以知道自己 什麼運動適合自己的體格 其實就看看 大家在追求等些什麼 譬如你說 如果我希望增加我的心肺功能 我們都會鼓勵做一些大氧運動 大氧運動通常是指些什麼呢 就是一些大肌肉 我們超過15至20分鐘的運動 做完之後 你會覺得氣會比較少少氣喘 或者呼吸的節奏是快了的 這些是我們增強我們心肺功能的運動 而一些伸展運動 其實最主要就是增加 我們的柔軟性 或者增加我們的感覺 這些不會訓練到我們的肌肉 或者也不會訓練到我們的心肺功能 但一般來說 我們都希望 你有時間也做一下 因為令你的筋腱鬆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拉傷 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至於比較常見的 我們剛才提到很多就是肌肉的訓練 肌肉的訓練 其實我們都很鼓勵中老年的人士做多些肌肉訓練 因為很多時候除了骨質疏鬆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肌小症的問題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因為可能生活動得少 肌肉的訓練不夠 其實就很容易肌肉流失 譬如說 Gordon剛才提到 我們要吃多些蛋白 提升肌肉的密度 或者我們的質量 但如果不配合一個負重的訓練 其實肌肉的力量或者質量都不會增加 好,謝謝Ben 我剛剛收到的問題 可能我們的營養師可以幫忙 Gordon 有個聽眾說 杏仁一湯匙就有210猴黑的鈣 但又說其實吃得多杏仁會影響鈣的吸收 那他應該怎樣理解 所以剛才其實有一個 我們說除了看食物裡面的鈣質 其實是高的 不幸運的話 就是因為他有些直酸鹽在這裡 其實令到 本身杏仁的吸收率 是相對地低一點 但是你問我 整體來說 杏仁都是一個健康的食物 或者是一個小食的選擇 如果你說 我是沒有加鹽局的 一些清局的杏仁的話 其實我就算吸收率相對地 可能沒有 譬如說 我們某些森綠色蔬菜 去到4、5成那麼高 可能是低於牛奶 可能是兩成這樣 但是其實 計算出來 可以吸收到那個量 可能都有一般牛奶 可能一半至三分二的份量 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個 挺不錯的 一個鈣質 還有一個健康的小食的選擇 好的 謝謝Gordon 也有朋友問 我們通常想到鈣質 就想到牛奶 現在坊間有很多動物的牛奶 還有植物的牛奶 其實你會推薦他們怎樣選擇呢? OK 因為我想大家從一個環保的概念來講 開始多了很多人去選擇 或者是生產商也多了很多植物奶的產品 譬如說燕麥 或者是米奶 或者是杏仁奶 這些 但是要留心 如果本身 如果沒有添加鈣的話 鈣質是完全不高的 或者甚至乎蛋白質都不高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質感 或者外貌 就是奶白色的比較像牛奶之外 其實在營養角度 跟牛奶都相差很遠 所以 其實 當然現在坊間 我們說 可能要做得比較像牛奶的營養成份的植物奶 其實在營養角度 跟牛奶相差很遠 當然現在坊間 可能要做得比較像牛奶的營養成份的植物奶 但是 加了鈣的豆奶 是比較相對地相似的 我們鈣質可以加到 剛才可能有些數據都會看到 我們可以加到 大概200多到400個毫克的鈣 另外蛋白質也可以去做到 接近牛奶的水平 所以 如果你說減食物奶來講 可能就是 如果你想是一個 營養上可以代替到牛奶的話 我想是加了鈣的豆奶 會比較適合 其他那些我想可能 就是拿回口感滑身一些 譬如有些人用來沖咖啡 或者就這樣喝 是當是一個補充水份 而營養上未必是 真的幫得太多的一個選擇 原來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知道怎樣可以選擇奶 適合自己 另外其實也有個問題 可能這個也是我們的物理治療師 Ben可以回答一回答 這個就是說 瑜伽做瑜伽 可不可以幫助到 骨粗疏鬆的預防呢? 是的 我們又要再講清楚了 其實只有負重運動才能改善骨粗疏鬆 瑜伽本身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因為它很多時候練到我們的平衡力 所以譬如說 瑜伽運動裡面 樹式這些 可能是棵姿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改善平衡力的動作 其實除了一些伸展的訓練之外 其實有很多肌肉的訓練 譬如剛才提到一個拱橋的元素 其實瑜伽很多動作都有類似這樣的功能 這些都是改善肌肉的力量 所以基本上 其實如果你沒有什麼骨粗疏鬆的問題 或者出道上骨折的問題的話 其實做瑜伽都是一個好好的運動來的 謝謝Ben 另外也剛剛收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究竟合途一日份量最多 是吃多少圍街呢? 謝謝 如果是一個 我假設是沒有一些 譬如說 尤其是可能腎病的病人 或者是一些痛風症的病人 的時間可能需要限制攝取 有一般人來說 就沒有一個很特定的建議份量 但是如果你說合途來說 其實本身那個脂肪酸的比例 都是一些好的脂肪酸 那概質就不算是特別很高的 另外 如果你說一般我們當小食這樣吃 我們很多時候 希望那個小食份量 都不要一次過吃太多熱量 因為剛才說如果那個人過重 可能那個人會相對地 論盡而增加了一些跌的風險的話 我們一般的建議都是可能 說的是 譬如說兩三個湯 就是最多 最多去到 如果你說兩三個湯匙 更內的一些合途的話 我們覺得 都是一個挺不錯的小食 但是如果太多的時間 因為其實本身 果人類的食物 都本身是脂肪高 雖然是一些比較健康一些的脂肪成分 但是還是熱量是高一些的 所以變成如果吃得太多 我們就怕體重的問題 引致到其他健康的風險 包括和骨肉健康的話 就是一些跌倒的風險 好 謝謝 另外也有個問題 醫房間有很多不同的鈣片 究竟哪一類的鈣片 才是最適合自己的呢? 如果補充劑的情況 其實現在普遍是買到的補充劑 大部分就會比較是 碳酸鈣這一種的 化學物的補充劑為主 其實好處就是 它相對地的價錢比較相宜一些 不好的地方也是 我們會用的鈣片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吸收率相對地不是太高的話 剩下的鈣質 是有機會令到便便相對地會硬一些 而可能增加了我們便秘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說一般 我都會建議 就是鈣片 如果需要吃鈣片的時間 就是最好有醫護人員的指示 譬如說可能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在飲食上 真的做不到鈣質的攝取量是夠呢? 這個我覺得是 首先我都會想在天然食品那裏 會比較好一些 但是如果在有需要的情況之下 可以找回醫護人員的意見 包括醫生、營養師的意見 去選一種適合自己的鈣片 尤其是如果是一些 譬如說長度不是太暢通的病人 可能更加需要找回醫護人員 給予意見的時間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鈣質的補充劑 是可以幫到的情況 還有我們一般來說都會建議 如果真的吃鈣片的話 最好是連維他命D的補充 就是有些鈣片已經是兩種 一起加在一顆裡了 一定要連維他命D一起吃 而增加吸收率 而減低剛才所說的 相關有機會影響到身體 譬如說去洗手間 這些情況會有所改善 好的,謝謝Gordon 有一個時間的問題 我再問一條問題 因為聽眾很踴躍 其實如果我們說 吸收鈣片 也未必是好的 如果我們應該喝奶 是加了鈣的呢? 因為其實我個人建議 都是會喝一些 除了你說個別 有身體狀況不適宜之外 我會覺得一般人士 喝一些去到 加了鈣的牛奶 或者加了鈣的豆奶 例如加了鈣的牛奶 可以高鈣去到 大約五百個毫克 其實都是一些很安全 就是我會說 不會說我喝一杯 我很擔心會超過了 某些標準 而令到增加了腎石的情況 因為可能要去到二千個毫克 我們才需要去到擔心這些情況 其實選擇高鈣的牛奶 是更加容易 令到我們符合到 我們身體的鈣質的需要 所以我自己覺得 現在坊間 其實買牛奶 大部分都是高鈣的 所以我都會覺得 簡單高鈣對於一般人士來說 是一個好一點的選擇 謝謝 這個環節 多謝柳佳琦先生 和張智良先生 兩個在文理治療師的角度 和營養師的角度 幫我們解決了很多疑難 或者問題 其實今天我們的節目 來到這個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收了很多不同的豐富的資訊 其實我也想請香港中文大學 財馬會骨質疏鬆 預防及治療中心 中心經理林女士 幫我們做一個很快的總結 謝謝 謝謝Kaley Hello 你好 我是林姑娘 林文山 多謝這麼多位來參加講座 接近三百位人士 我們其實都多謝你們 一路這兩個小時早的時間 就很好可以吸收一些資訊 尤其是疫情期間 很多時候活動的機會少些 所以骨質疏鬆的問題 尤其是較為年長的長者 都要特別留意 但是今天的內容 我們都很感謝兩位醫生 蔡醫生講知易行難 管理個人骨骼健康 你應該做得到的 他也提了大家 應該是要定時做檢查 和注意自己的身體情況 去到羅醫生 一個很好的骨科專科醫生 他處理了很多隻骨骨折 腰椎有問題的老人家 而寬骨骨折的問題 他都是很知道 其實那個後果 其實都是很慘的 會是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少少 比如手腕骨骨折 就任由他了 等一下 大家應該康復了 慢慢沒事 骨質是差的 只會越來越差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的 但是我們已經希望你們 掌握到一些策略 就是千萬不要給自己 一次骨折之後 就不要再有任何的 計法性的脆性骨折 應該做好 預防治療的工作 整套的其實 預防骨質疏鬆的策略 包括很多我們的 預防性的工作 積極的治療 還加上 就是柳家琪醫生 物理治療師 教我們 如何平時可以注重 我們肌力平衡力的訓練 再加上飲食方面 就是湘智良先生 也都講有關 高概飲食要注意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到 就是曬太陽 做好高概飲食 接著注重負重運動 接著鍛鍊肌力平衡力 接著就聽醫生說 做好要治療的治療 做好預防的就做預防 那就檢測到自己的身體能力 那就最好了 我們香港中文大學 蔡馬會骨汁疏鬆 預防及治療中心 在過去三年 就多謝蔡馬會的支持 就給了一個中文中大的 蔡馬會長者寬骨骨折預防計劃給我們 那今天的講座 也都多謝這個計劃 支持我們做這個教育性的工作 那也都多謝大家參與 那我下面的時間 我交回給中文大學的Kylie的同事 那他們再和你們 就再做一個最後的總結 麻煩大家 謝謝 謝謝林經理 那今天我們為大家安排的豐富的節目 就圓滿結束了 那我們這個是香港中文大學聯辦 中文大學醫院聯辦 香港中文大學 蔡馬會骨汁疏鬆 預防及治療中心協辦的骨格健康講座 今天就已經圓滿結束了 那首先再多一次 多謝大家 今天星期六的早上去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如果大家想有些什麼的 再詳細些知道有些什麼的 很適合大家 可以上我們兩個的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和這個香港中文創馬會骨汁疏鬆 預防中心去看看 那我也都多謝台前往後的同事 如果不是他們幫助 今天的活動都不會那麼順利 那好了 祝大家有一個開心的週期 還有如果要知道大家的骨格健康 可以從哪裡開始呢 那可以再上我們的網站看看 Thank you 多謝 謝謝